大家好 我是莫乃光議員辦事處的Tiffany 很歡迎大家來臨今天的 保護二次創作氣坊豁免研討會 今天的研討會可以成功舉辦 實在有來不同機構的支持和參與 在這裡我代表莫乃光議員辦事處 特別名謝以下的協辦機構 包括公共專業聯盟 香港互聯網協會 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 香港互聯市市務商會 以及香港資訊科技商會 在今年的7月11日 政府就在版權制度下 處理氣坊作品展開公眾的諮詢 不少的網民都擔心 即使版權條例加入了氣坊的豁免條文 仍然有機會因為改圖 改歌這些普遍的行為 構成侵權甚至要負上認識的責任 究竟政府提出的三個方案 對網民、網上平台 以及版權持有人有什麼影響 在保護網上二次創作權利 以及阻止大規模的侵犯版權之間 如何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今天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不同界別的人士來到現場 跟大家一起討論 版權修訂條例的問題 以及政府提出的諮詢方案 在這裡我們歡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 黃福來先生 知識產權處助理處長 彭淑芬女士 香港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李雪清小姐 獨立媒體香港 倡議幹事方玉君小姐 國際版權保護協會大中華區執行長兼總經理何偉雄先生 香港互聯網協會網絡保安及私人小組召集人宋德嘉先生 以及建盤戰線發言人陸冠宇先生 歡迎各位嘉賓 研討會正式開始 首先我們邀請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莫乃光先生為我們致歡迎此 有請Charles 其實我們還有好幾位網民的代表 不過就是阿Ling 胡千秋等等 我想我們一會兒都要搞清楚 哪位願意上台 去表達你的意見 其實沒有什麼時候會上台 因為大家來到的 其實都可以發表大家的意見 我剛才在下面準備的時候 就想一想 其實搞這些有關這個題目的 有關這個題目的這些研討會 特別是關於版權條例修訂 真的搞了很多年了 很想不要再搞了 不要再搞了這條例 不知道怎樣 我又不要說一定要通過它 但是你說怎樣也好 我們要有一個了結的了 希望今天我們可以 今天的討論 希望不論是幾個不同的行業 包括做科技方面的行業的朋友 做版權方面 內容方面的朋友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網民 網民就是代表了市民 因為其實我不論你是 真正是做意識創作的那群朋友 你當然是很緊張 但是其實我們 就算我這些改圖不是很厲害的 我喜歡去看的 我喜歡去分享的 其實也有影響我的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都看到 去年到今年一般來說 普遍市民都覺得 我的感覺就是 玩玩也不行嗎 那個態度其實都是支持 這種意識創作 這種創意的行為 好了 但是說到最後的時候 說說一下 到最後真的要談的 其實都無可避免 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法律上來說 去年條例過不了 就是因為 沒有足夠的豁免 或者完全沒有提及豁免的問題 所以今年終於拿出豁免的問題來談 就是現在所謂的第二個方案 和第三個方案 我想待會大家就會談 因為也有提出 有沒有人在第四個方案 1234 12345 all of the above 等等的做法 或者其他的組合 這個我想大家真的要 我這次看到 比較都很欣慰 這幾個月 過去的兩個月 政府由七月出了這個報紙到現在 都看到今次很多網民朋友 他們很厲害 做很多research 證明互聯網的威力 上網那裏找了 加拿大又這樣的 澳洲又這樣的等等 給了很多 我相信真的 就算你說政府的朋友也好 他都給了很多 有用的意見 或者去一些參考 或者一些辯論也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正面的 希望今天我們這個論壇 都可以再繼續加深大家各方面的理解 和分享一些意見 當然了 到最後 現在的諮詢期應該就伸延了少許的 去到11月頭 或者彭女士可以跟我們說清楚 最後的日期是甚麼時候 當然現在都要預先鼓勵大家 在10月頭立法會開會的時候 我想10月中左右 可能就開始會定一些日期出來做公廷會了 大家要注意到時表達你的意見 第二就是 真的在諮詢期完結之前 將你們的意見要交進去 我今天就不阻礙大家太多時間了 先在這裏歡迎大家 再次歡迎各位珠光嘉賓 以及各位來參加的朋友 希望一會大家有更好的交流 多謝 謝謝 謝謝Charles 這次在這裏研討會 我們都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二次創作權關注組的代表 包括阿玲小姐 和胡千秋雷先生 不好意思 現在是拍攝大合照的時間 有請各位港者上台一起拍攝留念 好 Squash veto 後來來 報告 我的節目 謝謝 我們 一起拍一下 Large 電腦 中文字幕——YK 谢谢各位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有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黄福来先生 和知识产权处助理署长彭淑芬女士 为我们简介一下在版权制度下处理器访作品的修订条例总案 有请两位 大家好 谢谢莫议员搞了这样的咨询会 给我们有机会解释一下 今次我们的咨询里面的内容是怎样的 不用大家时间最快去讲一讲的 我们的题目就是说在现在的版权制度之下 究竟我们怎样适当看待这个器访作品 这个也是要看回现有现在社会发生的情况 我们是要有适当的处理的 背景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的版权条例 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被器访的条文 完全没有特别提到的 也没有一些立法建议 从来没有针对器访去做一些特别的考虑 但是说回现在的现状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现实世界上 有很多人分发一些器访作品 现在分发一些器访作品 在下列这几个情况之下 任何一种情况之下 其实都不构成侵权的 譬如说原作品 就是你去器访那样东西 那个版权有人本身是授权 或者密去或者不追究你 或者原本的作品的版权 已经是过了期的 因为版权是有期限 不是永远的 或者你的器访作品 其实只是包含了原作品的一个意念 的话 不是整个里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 形式是抄的话 那只是意念的话 又不是侵权的 或者你复制了那个部分 不是原本作品的实质部分的话 也都不是侵权的 还有其实现在的版权条例之下 有60多条条文 其实是有些叫做允许作为 即使没有版权同意的话 都可以用到原本的版权作品的东西 例如为了研究 私人研习 教学 批评 评论 新闻报道等不同的目的的话 这些都是现在已经有豁灭的情况 那 现在我们 我想讲清楚一个重点就是说 现在我们提出的那些咨诵方案 那些方案呢 就是不会改变 刚才Eon道上讲的那些法律情况 即是现在不侵权的东西 将来都不会侵权的 亦都不会收紧的表达自由 其实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反过来说就是说 我们是探讨现在有些什么的现实情况 我们要考虑到适当看待器库作品 所以反过来说就是说 如果一些未曾获得到版权 有人受权或者默许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现在提出的三个咨询方案呢 是会澄清或者提高一个 说那样的器床作品是侵权的门栏 其实是会进一步去表达自由的 就是说呢 对一些现在被怀疑的 侵权的器床作品的话呢 这三个不同的咨询方案呢 其实是会提高一些不同的法理依据呢 在合适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它们都不会跌入刑网之中 甚至是豁免刑事或者民事的责任的 那这个是一个加出来的东西 是提高一些法理依据呢 是保障这个表达自由的 那所以呢 如果在这几个方案之下呢 那些作者呢 应该有更加明确或者更加大的一些保障 但也要同时平衡保护版权的考虑 那什么叫做器床作品呢 其实国际家我也看过呢 其实其他国家呢 或者是国际的工作上面呢 都没有一个定义的 也都没有一致大家都认同的处理方法 而不同的地方呢 或者我们叫不同的司法管车区 就是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呢 或者他们那个在立法呢 或者当他们讨论的政策 或者讲一些案例的时候呢 就会用不同的词语呢 去形容这一类型的作品的 譬如会叫做器坊作品呢 其实最常讲的 Parody 讽刺作品呢 即是讽刺一些东西 即是Satire 滑溪作品 Caretature 以及一些模仿作品 Pastige 去形容这些有些仿效元素 或者用了原版权作品 药光元素 而去制造一些滑溪 或者评论效果的作品 这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去说 说器坊作品 其实是一个统称来的 其实这个字眼 我们在我们现在 咨询的过程之中 是指这四样东西都包含在里面 但是到时立法 用哪个字眼呢 就让大家 在社会上有个讨论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其实定义来说 无论香港 或者澳洲 美国 加拿大 中国 其他国家 一些先进 即是反应制造国家 其实都没有在他们的法位上 定名这些词语的定义 但刚才我说了 现在我们为了方便讨论 就会用器坊作品 包括刚才所讲的四种东西 现在一直去做咨询 其实有些意见 我们都可以澄清一些东西 譬如说 为什么我们不是去针对 以创作去说这些东西 因为 以创作其实不是我们的版权 法学上的常用概念 其实我看过 就是在香港的中文上 会这么说到这些东西 其实涵盖的范围 都很难去确定 有些人认为 譬如说 以创作是包含一些 翻译 或者改编的东西 那这些是否以创作呢 或者以创作 是否所谓的 devitic works 一样东西 不过其实我们看回 在国际法律 和其他国家来说 翻译改编 这些devitic works 其实都是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概念 就是说 是属于原本作品版权人的 专有权利 虽然这些翻译 或者改编 本身可以有些原创的成分 但是单单用它去考虑 版权是否要豁免的话 我们也有个 尤而未必是那么适宜 而如果用了二次创作 这些东西去说 画一条街 这些要豁免的话 其实 那个 是否令到 那个界限很模糊呢 其实有些特别的因素 我们也要小心考虑 我想是 说回海外的经验 其实我看回澳洲 和加拿大 其实这两个普通法国家 都比较近期是立了法的 就是06年讨一二年 分别就是将这个 戏房作品 和讽刺作品 这两样东西 定立了一些公平处理的条文 但是呢 他们法例中呢 就没有去界定 什么叫戏房作品 或者讽刺作品 或者什么叫公平 也都没有一些案例呢 就是自从立法之后呢 是给我们参考的 但是他就说 这些呢 如果属于一个戏房 或者讽刺作品的话呢 其实就会有一个版权的豁免 那么英国呢 现在法例上 是没有戏房作品 任何的版权的豁免 现在没有的 但是其实他们 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 他们研究和咨询之后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宣布了 就说会为这个戏房 画契和模仿作品呢 定立一个公平处理的 版权的豁免 现在呢 就有些条文呢 就在咨询这个公众的 那么留意这里 他们用的字眼呢 就是戏房 滑溪和模仿 就没有了讽刺的 那么到美国了 美国呢 也都没有一个 为了戏房作品 定定具体的版权的豁免 但是呢 其实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美国方面呢 其实他们有一个 所谓Fair Use Doctrine 就是一个公平使用的条文 就是说 如果一些 原本是受版权限制的作品呢 如果能够是 证明到它是一个公平使用的话呢 就不会是侵权了 而美国的法庭呢 就看一些这样的个案 有时候呢 就会逐个个案 看回情况去看 看看究竟 如果有人 使用一些是侵权的话 究竟是不是公平使用 会有豁免呢 看回它的法例呢 它就会定名了呢 法庭一定要考虑 就是 几个因素的 那这几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 包括使用是否属于商业的性质 或者非牟利教育用途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第二就是说 版权作品的性质是怎样的 第三就是说 就整个版权作品来说 其实你挪用了那些部份的数量 或者多少 或者是多少 程度是多少 另外就是说 你的使用 究竟对原本的版权作品呢 其实潜在市场的价值的影响是怎样的 那这个也是法例之中 就定名了法庭一定要去 其中要考虑的四个重要因素 那现在 刚才也说了 就是外国这样 那香港现在 就是刚才也说了 就是没有特别处理这个戏房作品的 那我们要改变 改变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比较大的原则 我们要跟随的呢 那我们有三个大的原则 我们也找出来 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版权制度 是能够在保护版权 拥有人的权益 和其他的工作利益之间 譬如说 如何合理使用这些作品 或者表达自由这些工作利益 应该是有一个适当的社会上 大家也觉得是一个平衡点 要找出这个平衡点 这是一个大原则 那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要跟国际社会有一个责任 我们要去履行的 因为我们有些国际的版权公约 我们也是一个替养国的一部分 那我们那些豁免呢 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国际责任 第三点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修订 一定是清晰明确的 有一定的法律的明确性 是能够让市民大众 和党权员都知道 其实那个界线现在是怎么划 那刚才有说 平衡各方利益 其实有些重大的法律条文 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下 已经是写在这里 我们也要特别留意的 当我们考虑什么是平衡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基本法第六条 就是说我们要保护私有财产权 另外第二百四十条 要求我们是要保障一些 文学艺术創作中的成果 和合法权益 那这个就是从版权的角度出发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有一些条款 我们要特别进行的 譬如说就是第二十七条 基本法就是说 香港居民享有言论 新闻出版自由 另外我们的人权法案 第十六条必有定名 人人有发表自由的权利 这种权利包括用语言 文字出版物 藝術 或者自己选择其他方式 去传播各种思想 以及各种消息 这些都是重要的法律条文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下 我们一定要去中巡 那么国际责任方面呢 其实我们其中一个 我比较容易去说就是那个TRIPS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那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那有两方面的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些东西是有版权的 我们要去豁免的话 有所谓的三步检测 第一这个豁免呢 一定要仅限于是特别的个案 第二就是这个豁免呢 和原作品的正常利用是没有冲突的 第三也是不合理地去损害版权 用了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即是说 现在我们的版权条例之下 那六十多条条款 说一些可以豁免了版权的 那些的特别情况 那些允許作为呢 其实都要符合这三个 就是这样的严证的标准 这是我们的国际责任来的 那么将来我们的改变的话呢 要看回这个所谓的三步检测 另外呢 如果在刑事方面呢 国际公益里面呢 也有说明呢 政府呢 至少呢 要为一些有商业规模 蓄而动版的案件呢 定定一些刑事情罪和处罰 这个都在国际公益之下 我们要履行的责任 那接着我交给Fanny 说一说现在的法律情况 是 或者我说一下 现时版权条例的法律情况 首先呢 就算在现在条条例之下呢 如果任何人未获授权 遭受侵权複製品 或者在贸易业务的目的 或者在过程里面呢 是分发侵权複製品 以下我们就简称一个叫 商业性分发 第三类就是 不是商业性分发 但是如果你分发 那个侵权複製品的行为呢 是达到损害版权用的人 权利的程度的时候呢 以下我简称一个叫 损害性分发 那么以上三种呢 都需要负上民事 或者刑事的法律责任 不过说说第二类的 商业性分发 如果是刑事责任来说呢 你要做什么生意呢 你的贸易业务呢 就要做的生意 包括经销一些侵权複製品 那么呢 当局现在呢 就不会绕过版权用的人 追究刑事责任的 那么这个问题 之前都有人提出过 因为在版权条例的刑责条文里面 有关罪行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说你做一些东西 得不到版权用的人的同意 就是侵权了 那么如果版权用的人 不反对或者不追究 那么执法机构 根本就没有任何基础 做这个刑事上的追查了 那么检控更加就不用说了 那么跟着也是连结 也有很多人问的 连结有没有事呢 那么我就说 如果连结 纯粹是提供一个途径 给你接到另一个网页上的资料 而分享连结的那个人 本身没有分发任何侵权複製品 例如他没有将侵权干曲上 再自磨碗 暂上被人下载的话 那么纯粹分享连结的行为 就不构成侵犯版权 或者我现在说一说 在三个方案之下 就是我们提出的方向 对于现时的文责和刑责有什么影响 那么第一个方案 就是主要是澄清现时 损害性分发刑事罪行的条文 由于主要是澄清现时一个刑责条文 所以对于现在文事或者刑事责任 无论是遭受商业性分发 或者损害性分发刑事罪行的门纜 是不变的 至于如何澄清这个损害性分发罪行 主要就是澄清分发如何 才会达到损害版权荣耀人的程度 就要看那个分发有没有对版权荣耀人 造成超乎轻微的经济损害 我们建议会写在条例里面 就有些因素被法庭去看的 就是当刑刑那个分发有没有达到 损害版权荣耀人的程度的时候 就譬如会看原作品的性质 包括原作品本身有没有商业价值 第二就会看那个分发的方式和规模 第三就会看究竟分发的侵权複製品 有没有取代到原本的作品呢 第二个方案 就是为这个损害性分发刑事罪行 提供刑事豁免 因此对于文字责任 或者就遭受或者商业性分发刑事责任的门纜 是不变的 在这个方案之下 法例会加入一些豁免条文 就指明损害性分发这个罪行 就不适用于棄访作品 另外除了棄访作品之外 还要符合一些豁免条件 那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些豁免条件 才可以豁免这个损害性分发刑责呢 正如刚才王先生提到 香港是签了一些国际条约 那要履行 譬如履行世间的组织之下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刑事来说 我们至少要为那些据商业规模的 蓄意道版案件定定刑事的程序 和处罚 那在这个资讯文件里面 我们提议了一个豁免条件 就是说如果分发 假设对版权拥有人 没有造成超乎轻微的经济损害的时候 就可以有刑事豁免了 那这个是我们在 咨询文件里面提议的条件 那至于你们对我们这个提议的 条件有什么意见 或者你们会不会提议其他 豁免条件呢 正正是我们今次咨询里面 其中一样 在咨询公众意见的地方 那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方案 就是提供公平处理的版权豁免 那如果你是戏访作品 加上你是为了戏访作品的目的 而公平处理的版权作品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不属于侵权的 就算你忠受分法 戏访作品属于公平处理 就不属于侵权 那如果不属于侵权 就不会招致民事责任 也不会招致刑事责任 那至于为什么定 那个处理是否要公平呢 最终就要由法庭决定的 那我们的咨询文件里面也提到 究竟我们可否参考 好像美国的公平施用条文 或者其实我们现在的版权条例里面都有的 第38和第41A条 关于研究、私人研习 或者教学的公平处理免条文 可否在法例里面写了一些因素 给法庭去参考去考虑 什么处理为之公平呢 那这四项因素 其实和美国公平使用 或者我们现在的版权条里面的因素 都相似的 就包括看下处理的目的和性质 原作品的性质 原作品被处理的部分所占的数量 和实质部分 和那一项处理对原作品的潜在市场 或者价值的影响 以下有些例子 举给大家看看在不同方案之下 那个潜在法律责任是如何 第一个例子就是 改图案做一个T-shirt 假设某一个机构 它会用一个图案来代表自己 或者宣传它的机构本身的活动 但是它就没有拿过图案来 印在T-shirt那里卖的 假设另一方改了图 就做了一些T-shirt 我们就说 如果在方案一和二之下 由于戏房作品一般 就不会取代原作品的市场 如果新的作品又不是拿来卖的 又或者没有对这个版权的人 造成超乎轻微的经济损失 就不大可能构成刑责 至于方案三之下 我们就说如果新的作品 它是以戏房做目的 又加上是没有取代原作品 或者影响到原作品的潜在市场 或者价值 一般来说 就应该较倾向被视为公平处理 就较大可能 是同时豁免到刑责和文责 第二个例子 就是改商业机构的海报 在方案一和二之下 由于商业机构的海报 一般是用来宣传的 所以改造之后的海报 应该都不大可能 会取代原本的作品 从而对版权用来 造成经济的损失 因此也不大可能构成刑责 至于方案三之下 如果海报的目的是 用来讽刺商业机构 也不大可能取代原作品 或者影响到原作品的 潜在市场或者价值 也较大可能被视为公平处理 而得到刑事和文字的豁免 第三个例子 就是改电影 例如一部电影长 一个半钟或者两个钟 你抽了里面几分钟的片段 配上对白 讽刺时弊 在个人的网站 或者土壤区的发放 在方案一和二之下 由于改动了之后的片段 应该就不大可能 取代了原本整套电影 从而对版权用的人 造成经济的损失 因此也不大可能 构成刑责 至于方案三之下 如果新作品的性质 和目的是为了封刺时弊 加上也不大可能 取代原作品 或者影响到原作品 的潜在市场或者价值 也很大可能被视为公平处理 而得到刑事和文字的豁免 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改歌配上一些新的歌词 在方案一和二之下 如果我们将篮曲改篇 配上新词 用来讽刺时弊 除非新的作品 取代了原作品 而对于版权人造成 超乎轻微的经济损害 否则也不大可能 构成刑责 至于方案三之下 我们说如果新的歌词 是棄火 或者讽刺时弊 做目的 一般整首歌来计算 就不应该取代原作品 或者影响到它 潜在市场或者价值 但是也有些意见认为 如果我们采用 原作品整首音乐 只是配上新词 有可能影响到原作品 至少音乐部分的潜在市场 因而不应该被视为公平处理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国 关于公平使用的案例 美国公平使用的条例 虽然没有写明 戏仿作品 但是有些戏仿作品 做目的 而是公平使用的版权作品 你也看到有些美国案例 是关于这件事 第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唱 就是Rat歌的乐队 大概在九十年代 将一首六十年代的歌 《Old Pretty Woman》的部分旋律 或者歌词改了 就出版了唱片 美国最高发现 这个新作品的转化程度越高 其他的因素 就算是属于商业性质 这些因素 对于有关的使用 是不是属于公平使用的影响 就越小 这个案例中 法庭判被告的作品 就可以被理解为原作品的 一些评论或者批评 还有大有嘲笑的意味 由于新作品的转化程度很高 而宇宗双方 又没有就新作品 对原作品的衍生作品市场的影响 提出任何证据 最后公院就推翻 常述法院有关公平使用的裁决 就发人被下级法院重审 但最后就没有重审 因为宇宗双方最终庭外和解 第二个例子就是 一个影星迪美摩牙 她在淮胎10月的时候 拍了一张裸照 做了封面 后来有电影 就参照她的照片 就做了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电影 下半身也是一个 我看的 坏胎10月的妇人 但上半身的头 就换了男主角的样子 原本 迪美摩牙在照片里的 神情很严肃 但电影海报中 换了男主角的头 男主角的神情很搞笑 很滑稽 在这个判决里面 法院就指出 虽然被告是为了商业目的 去用那张照片宣传她的电影 但她使用的方式 就是属于一个转化的性质 那个男主角 搞笑滑稽的表情 和迪美摩牙 严肃造作的表情 就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于是新作品 对于旧作品 具有评论和强烈的强烈性质 再加上这个案子里面 原告自己 原告自己承认被告的海报 没有干扰到原作品 或者衍生作品的潜在市场 于是就裁定新作品 属于公平使用 第三个例子 都是电影海报 大家的判决有点不同 就是模仿 电影黑超特警队的海报 和预告片 做了另一张电影海报 推广电影有钱大债 这两张海报的构图都很像 大家都是以纽约市的夜景和背景 海报上的男主角都是穿黑色西装 打黑色胎 穿白色衣服 戴着太阳眼镜 手上都是握着很大型的武器 或者麦克 地方法院认为 新作没有转化性 被告只是试图用原告的 广告吸引观众 看电影有钱大债 就像原告露自己的 广告吸引观众 看黑超特警队的手法 是一样的 两者所表达的意见 实际上很相近 所以没有转化性的新作 而且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 证明侵权作品 没有对市场造成一个损害 于是法庭就裁定被告公平使用的 而被据充分判了被告摆数 最后一个案例 大家都很熟悉 有一本小说 后来拍照电影《Gone with the Wind》 《炼世佳人》 后来有另一本小说 以故事角色人物 以及主要场面为蓝本 出版了另一本小说 叫《The Wind Gone Done》 但里面的角色性格是不同的 譬如原本在原著里面 的角色性格是很坚强的 在《The Wind Gone Done》里面 就变得很软弱的 上述法院认为新书 就是奉刺到原著的浪漫主义 就将原著的浪漫主义奉刺 觉得很腐败 也认为那个角色是调转了 认为新作有很高度的转化性 因此可以抵消他以为 以牟尼为目的的负面影响 至于如何为止转化使用 考虑转化使用的程度的时候 重点就是看下 新作品是否只是取代原作品 又或者是为了进一步的目的 在新作品里面 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表现方式和意义 而改变了原有的作品 加上在这个案里面 有证据显示被告的小说 就不大可能取代原有的作品 上述法院最后就撤销了 臨时禁制令 就发回去地方法院重审 但案件最终 也是由与众双方庭外和解 对于我们提出的三个方案 都是持开放态度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我们很希望可以透过一次咨询 凝聚到社会的主流意见 提出最符合香港利益的方案 我们会仔细研究所收集到的意见 然后决定在版权制造之下 如何适当地看戏仿作品 刚才阿博议员提出 咨询期的问题 原本大家都知道 是定在10月中 但由于现在配合 立法会公听会的工作 咨询期应该会延迟 但现在还未定到日子 因为都要看立法会公听会的日子 可以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麻烦了两位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嘉宾对谭环节 有请莫议员为我们担任主持 并且再次邀请黄先生和彭女士 上台参与对谭环节 现在我们同时有请其他嘉宾上台 包括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李雪清小姐 独立媒体香港倡议干事方玉军小姐 二次创作权关注组代表阿玲小姐 国际版权保护协会大中华区执行长兼总经理 何伟雄先生 香港互联网协会网络保安 及私人小组召集人宋德嘉先生 以及建本战船发言人陆冠环玉先生 有请各位上台 好 那我们争取时间 好晚了 刚才那段的介绍 可能有部分朋友都听过 不过可能有些朋友 今次才第一次听 但其实感觉来说 大家先坐下 其实我简单来说 我认为网民来说 很多大家都希望看到 一些肯定性 最好肯定网民 不会受到一些检控 最好有一个很安全的安全港 但是你又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的案例 那些情况 其实又死了 又好像说到 不是说得很清楚 当然了 法律上 有时的确是有一些地方 就是我们可能都要想 说得清楚是好处 或者不清楚是好处 因为说得清楚 可能反过来 没有说的就不能做 可能又续重 又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这个 我想这个很困扰很多朋友 但是 到最后 可能在将来 如果条例修订的文本里面 是怎样的呢 从网民来说 是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 不过我们经常说网民 今天其实也有一些业界 特别是版权那方面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过去来说 很多时候 我们又会将版权的利益 以及网民 可能 我们不说那些 真是整套戏拿去抄那些 有没有整套戏拿去摆上网 所谓侵权下载那些 如果大家这里有朋友 都希望保障这一班 所谓整套戏摆上去 侵权下载那些的利益 可能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不过大部分的 不知道有没有 公开开放的 如果有人觉得 其实他们都是有利的 应该要保障他们 都应该可以看出来 但大部分 我们都不是在说 大致上 大家都不是在说这件事 所以我们都想 其实 安全方面 内表的何生 不知道是否算是内表 今天可以看你 其实还有其他的 在下面 都可以说一下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想 因为 我又是说了太多 等我全部都报了 其实我想第一位 其实我想 真的想请 康大学的Alice李教授 我想 其实 因为 始终 在 我希望 先是 Alice给一些 你的意见 特别是 在现在的几个方案方面 还有 是否有其他的一些 方案 可能 或者一些 选择 是可以 可以加入 给一些 你的看法 可以 可能是一个比较中南的看法 然后我们再看看 其他几位朋友 可以路陆续续发现 谢谢Alice 其实 这次政府 已经提出了三个方案 我想 已经比其他地方的 咨询 多了 比如刚才说 英国或者其他地方 其实他们都有类似的咨询 他们都未必有那么全面 因为一般 其实香港 大致上是跟英国 比较类似的 而澳洲其实都相似的 就是我们用了原则 叫公平处理 就是fair dealing 所以 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会参考多些 就是可能英国 澳洲 因为大家的条文 比较接近 看到他们的立法 其实都是针对 到底是否豁免 比如 气坊 就是这样的方向 就是这样的方向 我们其实已经多了 因为我们有三个方向 现在放在那个资讯里面 就是除了说 直接就这样 直接豁免 气坊 这个第三个方案之外 其实政府提出了 另外两个 就是说 如何去针对 在刑事责任 那个界定那里 因为那里其实都可以帮到手 因为其实 要豁免一样东西 其实有两个做法 你可以说明 就是说 这一样东西是豁免 就是不会侵权 另一个做法 就是你可以在 界定那个法律责任 就是 界定得清楚些 就是你可以说 责任是这个 或者 豁免是这个 就是说 哪一样东西是有刑事责任 或者你说 哪一样东西是 不会负上刑事责任 就是你可以有两个方向 政府其实 现在的咨询 我觉得已经包含了 这两个方向 就是你可以界定罪行那里 你说 1 2 3 4 5 就是罪行 所以你不是1 2 3 4 5 你就不是罪行 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就是 罪行有自己的定义 但是现在我是说 总之你符合了 A B C D 那你就是豁免 所以就是针对豁免 那里去做 现在政府 1 2 3 其实已经包含了 刚才我说 就是说 你可以界定罪行 或者去界定豁免 都已经包含了 所以现在我想 大家看看 那个斟酌 其实是个字眼 因为我想 大家有个关心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 譬如 因为我刚才也看了 四个不同的字眼 就是戏房 我都不懂 原来有这么多 戏房 模仿 凤刺和滑契 大家可能对这四个词 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定义 其实一般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 在所有普通法地区 包括英美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香港 我们一般做法都是 一般这些常用 就是普通英文的字眼 我们都很少可 在法例里面 不会有一个定义 因为我们担心 就是定义 会随着社会 可能会改变 容易改变 譬如可能在50年前 我们觉得什么是分法 分法就是你影印一张张纸 派给人 这就叫分法 可能在100年前 50年前 这是我们的概念 但现在不同了 因为互联网 和我们有很多不同形式式 去复制 或者去分法的一些方式 或者一些平台 所以 其实定义是会随着时代发展 而变得落后过时的 有这个危险 而我们也不想 整天都要去更新的法例 因为每次更新的 其实都要一些咨询 或者要去研究 也都要过一些程序 会浪费一些时间 所以大部分 刚才我说的 大部分的地方 一般的做法就是 我们不去放一个定义 在一个条例里面 那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就会是 每一次 我们要去使用这个条例的时候 就会参加 用当时最新的字典的写法 因为字典 如果是最新版 它就会反映 那个当时社会的共识 我想大家知道 最近牛津字典 它其实有一个新版 它将很多新的 即所谓在网上 share 这种行为 都放进去 收到字典里面 字典是一个社会的反映 即是大家普遍的共识 这些是一些新出来的字眼 可能以前十年前 二十年前是没有的 如果字典有 我们有个大家共识的话 那这些是可以考虑 作为将来使用的 条文的一个参考 就好过每次 可能法例 如果我们觉得它落后 每五年 或者每不知多少年 我们就要去修改一次 那这个程序 就会比较繁复 和失事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继续做这个做法 就是说 不放一个定义下去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 那个定义是可以贴近这个时代 就是大家一般 和它贴近这个时代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定义 其实如果放进去的条文 会有一个反效果 因为一般的 例如律师也好 法官也好 如果看到条例里面 有一个定义的话 就很多时候会 心目中可能觉得 这个就是规范了我了 那变成无形中 可能他们就会给自己一个 类似一个规范 或者一个枷锁 就是说 它既然写了白纸黑字 所以我就好像没有一个 去用更加宽阔的理解 这个空间 就是我们大部分 看到一个条文 有一个定义 我们也有这个理解 就是说 以它这样写 我们就要遵住它的字眼 做回它的字眼里面 白纸黑字所写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程 反而如果我们不放一个定义 的话 那我们看到一个字 我们就会想 咦 它没有定义 那就是说 我们存识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当时社会上的共识 一般的人怎么去理解 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个解释的空间 那这个是一般 普通法社会里面的律师 或者是法官他们 一般的倾向 一般的做法 所以我想分享这两个东西 就是说 我想大家现在说 其实是讲条文如何去定义 或者这一样东西 大家都同意的 很多就是说 我搞无罪 二次创作是可以容忍 只不过是怎么写下去 要讲写法 我就是说 其实如果最宽阔 我们叫英文flexible 最有弹性的处理 就是不要放一个死框框的定义 在条文上 所以所有人看到条文 自动就会去看字典 看最新版的字典 就看到 原来现在大家的理解 这些字是这样解释的 这是我分享的 好 谢谢Alice 我想问一个问题 Alice 你刚才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 你如果法庭 或者将来判一个案 可以看最新 最贴近的这个词 的解释 但是我们经常 你知道香港 我们普通不是法律熟悉的人 我们听新闻 经常说 有立法原意 那是否立法那时候 怎样说 是有它一定重要性的 还是是否真的说 那本字典最新 是怎样的呢 而且大家都会见到 有些法例 包括这个办权法例 都逃不开命运 就是久不久都要更新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 会不会有一个想法 我想网民也会有一个 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 是 可能你更新 又有咨询 这一局就 时间比较长 但是你说 好吧 我将来将来 以为政府 做事快手一点 可能三四年一次 我最初的事情 可能追不上时代 都是只差几年 会不会有这样的 就是 你怎么回应 这种 我想一般我们 不是法律人士的疑问 我明白了 就是你说 其实反正 我想我们政府 都在版权那方面 都做了很多功夫 就是由2001年开始 基本上 每两三年 就有个咨询 或者一个改动 这样的 这个只是可以解决到 刚才我所说的 两点 其中一部分 就是说 一般的普通法国家 如果是一些普通英文字眼 我们都不会有定义 在这个条文里面 我刚才讲了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说 因为可能时代改变 我们就要不断更新 你说这个更新 我们就要改一个条例 行 但始终我说 另外一个考虑的因素 就是说 你一放进去白字黑字 大家就会自然觉得 哎呀 这个是我一个框 我就不可以超越它了 虽然我心里面很想 就是说 譬如戏房 可以包含所有形式的意识創作 我心里面觉得 但因为你放了定义 可能定义 就写得比较狹窄 因为定义 一定会有一些 规范性的字眼 就是说 在什么情况之下 或者有些例子 它出来的话 其实一个例子 或者你有一些规范性的字眼 在定义里面 就会 好像有一个框 框对自己 所以我始终觉得 我说有两个原因 就算解决了第一个 第二个 我未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可以说 我有个定义之余 大家又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框框 如果解决得到的 我觉得可以放一个定义下去 但我就未想到 好 好 大家都看到 今次有三个方案 其实真的讲到 有提出新的豁免 就是第二第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第一个都是说 那些超乎 超乎 什么 轻微 損害 经济損害 那些 这些 只不过解释 现在的法律 条文里面的东西 就不是真的引入 一些新的豁免 所以大家看 都是可能看第二第三个 特别就是 一个就是说 给一个刑事的豁免 另外一个第三个方案 就是说 刑事和民事都有 表面上 当然是第三个 对网民来说 以保障来说 网一定是第三个大一点 但是 说下去又好像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 可否在这方面 分享一下 或者看网民 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我没有特别 我想不需要一定 特别轮助去发言 雖然说 这是所谓 对谈的时间 但是我真的想找Alice先说 但除此之外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给一些意见 特别是 虽然今天大家 好像坐得很 分开一边一边 远一点那边 远一点那边 就是网民的朋友 但是 也不一定是这样分的 看看大家 可以提出一下 你们的关注 哪位先说 业界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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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所谓 不一定 不一定的 你哪位想说 你逐个咪开 不要开他 好 OK Sam先说 好 接着给一些网民的朋友 我跟大家研究一下 虽然代表现 现在当然 这里还有很多媳妇 包括 Peter Lam Peter Lam 我未入行 他已经入了行 音乐 可以了 我没有了 可以了 我没有了 我可以说 我没有了 你说 我没有了 你说 我没有了 你听到吗 说吧 用吧 现在可以了 你用吧 你用吧 都是没有了 我没有了 试试另一次 试试另一次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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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这里有音乐界 有电影界 有传媒界 亦有OSB ISP 其实 首先要多谢 Charles 有一个平台 给大家 很安静地 可以真实讨论 不是 搞搞震 真的想谈 坐在那里 全部是想谈 第二 亦都要多谢政府 有充足的时间 给我们讨论 有充足的时间 给我们提意见 亦都是 那些官员 每周都牺牲了 家庭日出了 那我们的看法是怎样呢 但我不代表所有版权业 但以我代表国际版权保护会议会 我自己的看法是 二次创作和气坊要分开 这是国际上的问题 不是香港想做什麽就是做什麽 二次创作是因为有其他创作元素 而会衍生另一种版权的拥有人出来 所以一定是要跟现时的国际惯例 是有一个授权或是免許的制度 才可以叫做二次创作 至于改一下图 搞一下人 讲一下笑 諷刺 这些就不要当是二次创作 要不然在国际间被人会笑 即是说我们香港人真的很喜欢做东西 是不是都做出来 不是的 我们有规有矩 即是 气坊这两个字 不知是谁想出来的 但它真是很有创意 即是它可以分开了 这些就叫做气坊 你不要理会定义是怎样 这一批是二次创作 分分清楚 分清楚之外 我们才可以讨论 若不是一直问的时候 我就二次创作了 那糟了 国际关系全部要授权 那你怎样给它缺免呢 我只是想问一问 政府那方面 等一下可以答一答 如果香港给了这个缺免之后 是有关二次创作的缺免 是刑事好民事好 会不会对国际公约上有冲突呢 这些要想清楚 因为香港是法治治区 我们是个人的手法 第二点就是 立场不重要 立场可以改 但论据才是重要 很多网民也通过很多渠道 把资料拿出来 不重要 大家可以一个良性讨论 包括上一次 17号我和阿玲都有谈过 譬如我们可以多一些沟通 是不是有些机制 不是一定要写在法律上 我们就去做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互动的形式 包括行业间 和气坊 那些爱好者 可以自己定一些 我们自己认为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内部手质 而是找一个平台去试下行这些 例子是死的 和法例写出来 是要经过很多涌场的程序 但是行业的手质 其实都是很多情况 是可以解决到无谓的纷争 我本人就不喜欢第三点 就是uption3 为什麽呢 是益律师 大家去打官司 大家知道香港打官司 是多贵的 是不是 不论你民事好 刑事当然 刑事可以申请法律管做 但是用民事的时候 没有赢家 唯一的赢家就是律师 因为费用太昂贵了 还有我们需不需要 将我们的资源 放在大官司上 大是大非要 但是如果是 如果一张棋房 大家玩一下 又要搞对法庭 一去 就起码都要去地院 地院一堂起码五万元 就算版权人给得起 棋房者愿然要给你钱 值不值得浪费你钱 我觉得不会 不要 必要 是不是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版权人 在香港 其他版权人 我不敢代表 根据过往这么多年 我们从未告过一个棋房者 棋房私用者 没有告过 大家查一下 不论刑事民事 就算是在条例下 我们是可以采取某些刑事方面的 检横大都没有 民事更加没有 所以其实香港是一个 几和谐的社会 我们不要让一些人 强行将我们两边两极化 喂 你是版权人 你这班人一定是要赚到尽 一定是霸权旨意的 我们是弱者 所以要争取很多事情 不是的 全部有理性的 我想说得太多了 好 我想Sam 多谢你这么说的说话 你提到 你将二次创作 和那个棋房 你将它分开 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 也很重要的 你所说的说话之中 但是这样说 我们习惯了 称之为 我想你的意思是 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习惯了 称之为二次创作的东西 之中 你仍然会认为 有一部分这些行为 不是属于 我们现在 如你所说的 都可以接受的 一些棋房的行为 你可不可以在那里 说多一点 因为大家 喜欢叫他做二次创作 我觉得我自己 就不会逼别人 改名 不要叫他做二次创作 以后叫你们 做的东西做棋房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法例那里 可能你用另一个 词语去写它 或者可以解得通 可以有理由这样做 但我也喜欢叫他 可以做二次创作 大家继续这样叫 我觉得也没什么所谓 其实在外国 都 Creative Comments 他们都是用 derivative这个词 去说 其实都是 二次创作 当然 derivative的词 Creative Comments Lawrence Leksick 他们将它放在 他本书里面 但他又不是放在法例上 或者他不是 他不是立法会 他不是议员 他没有放在法例上 但是 其实 我想你的意思是 即是二次创作之中 你是不是认为 有一些行为 像你刚才所说的 是需要 仍然要得到 认可 或者默许的 是哪一类型的东西 而不是现在 所谓的 这些棋房的行为 多谢 谢谢 例如我打个比方 好像 日曲 中词 以前很流行 头面上有些歌 是吗 他就拿了日本的曲 然后填一些 广东话 这些是要通过授权的 不是就这样 我用了就可以了 或者大家都有看过 《无间道》 《无间道》的剧本 美国华纳 是再重拍了 叫做 The Depart 是吗 他也是要通过授权制度 和香港华雅影业公司 拿了授权 才可以做这些 有很多人说 现在有些同人文化 日本的卡通 动漫的同人文化 同人文化是什么 它是 版权人物 娶了它 或者是 在他买那本书 那时 竟然有一个隐藏的授权 它可以继续在那方面 可以加插自己的东西 其实也是一个 授权制度底下的产品 当然 可能有些法律界的人士 可以更加说得好 因为我不是读法律 但这几个例子 是很清晰的 因为 为什么呢 若你有这些创作之后 例如Depart 他拍了Depart之后 Depart 就会显生了一个新版权 然后再有人需要它 用它的时候 是要跟Depart 再拿手权 好了 如果现时我们 譬如是改图 或者是玩一下 或者在高登网上 我只是把Sam的样子 弄了一个魔鬼下去 那就没问题 是吧 但如果说 不是 我用来有些 大量的分法 或者是有今时效果行为 因为会显示到 将来的版权 衍生 我想要减少国际的关系 那分别是否在商业 商业和大量分法 商业和大量分法 因为这两个都在现时版权 是属于刑事罪行的 好 Sam说了你的意见 正好 这位朋友建议的持续是好的 因为接着 可能网民的朋友 可以有些回应 陆先生 没错 其实 何先生说 本身 大家其实 又不是一个对立 我有点意见 我认为 真的有对立 有对立面存在 因为本身 大家有这么多不同的持续 譬如说 蒙文 譬如说 一些版权业界 大家最争取的问题就是 需要不需要找版权持有的人 落手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说要的 因为想逐次逐次去谈 每次的交易会有多少收入 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原本你所代表的版权利益 我明白的 但是 这个说的是 当中 你们的操作 实在有太多主观性 我譬如说 我想拿一首歌 去做改词的工作 我肯付钱 放心 我肯付钱 譬如 我很少 我想一般普通的授权 我想 譬如用来剪的 一个很普通的BGM 千多元可以买到 但问题是 如果我跟你说 我的使用方式 譬如说 我玩笑皮 那你会不会让我玩呢 或者其他 关于 和政治相关的 有些人不喜欢 去涉足 那个 的 提材的时候 你会不会让我玩呢 这个已经是说到言论自由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么多人 这边的人都会坐在这里 当然还有议论自由的 另一个层面 就是政府会想请执法 或者是会跨过你们去执法 但是这个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完全亦希望 这个委員创作这个行为 其实 应该是无需通过 一个直接面面的授权 见面的授权 如果这件事真的不存在的话 它会容许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题材 不同种类的创业 它产生 当然 但你听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接受 但是 当然这种 異创 或者是 要跟规矩 要跟一种规矩 譬如一种 一种 商业用户 那个 的 異创 或者是 不会取代原作 跟规矩 但是 譬如 类似这些 豁免条件 就像政府所说的 Modern chief 但是 这个绝对不能接受 Modern chief 胡先生 是 胡鲜秋二次相对 不关注重 我自己都 我自己 本身不是 讀罗 希望大了 不会很坎坑 不過 不是 讀罗的人 大家 都是 香港市民 香港公民 如果法律 真是人人平等 应该 但是 所谓的持民者 大家的话语权 是人人有份 不是 哪些人 说了 这些要找银 其他人 就没得用 否则 就变成了笨 那 刚才提出了一些论点 第一 看一个二次创作 或者 如果说是戏房 或者怎么样 字眼上 我现在不斟着 如果有时间 可以再说 但是 为什么说要豁免呢 因为 很多时候影响 言论自由那些事情 不是说你一定 上到法庭 去 去 有没有被人告 告输了 之后才会有影响的 其实 其实 很多事情 只要你是 甚至不是一定 透过任何法律程序 都可以有影响 比如刚才说 刚才 阿Sam说到 版权人 未告过棄访者 以香港来说 那 是不是一定要去到 各个阶段 才叫做 打压了言论自由呢 刚刚 也都 讲到改歌 相信大家 如果在座 很多会上网的朋友 都听过山卡拉路斯的改歌 山卡拉路斯的改歌 都是有很多 书法感情也好 諷刺时报也好 他有很多很贴时事 很贴身的 真的令到一个 可能一个 issue 一个新闻话题 有很大的反响 很有效的 表达到意见出来的 是 他未被版权拥有人 直接告过 但是 他上YouTube 版权拥有人 说他这首歌 是侵权的 又禁止了他 不让他发布 扣了他的币 罚了他 一些这样的情况 不需要上到法庭 已经 他应该有的言论空间 已经压杀了 还有 说到一些 所谓必须授权的事情 其实授权的意义 在哪里呢 我们如果一个版权法 我们将版权法 为什么要成立 我们如果说 是一个 在原始的时候 因为 可能身为一个 创作人 他很多时候 一个创作出来的作品 他没有一个 合理的 的保障 可以给到他 但是 一个保障 究竟 我们读今天 是不是还真是 所谓一个 要授权的二次创 如果二次创 要必须授权的话 是不是 为了保障創作人 而做这件事 还是已经 变成了 做另一些事情 好像 刚才 政府的 官员解释得很清楚 其实 我们新的咨询 希望 可以是 做一些 叫做 你对原作没有取代的 可以 给一个 判片 为什么 有一些 譬如 刚才说 改歌 政府官员也说 有这样的争议 原来 大家也看到 的确是一些 在音乐上的 版权持分者 反而是 去提出 这些 观点 但是我想问 一些观点 观点是有分 对和错的 就是 Based on 事实 是不是 一个 fair 一个合理的事实 如果说 一首日曲中词 或者改歌 用圆曲生词 会是一个 取代了的 原作 一个原作受影响 如何受影响呢 我自己 我自己 不是讀法 其实我主修是中文的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 即是大家 香港人 不用说很高深的 level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古代 其实 才是 用舊曲生词 最出名的 的国家 的大国 文化大国 宋朝 同一首曲 山渣子 定峰波 水调歌头 我当水调歌 首曲 李清照填了的水调歌头 和苏东波填的水调歌头 两个版本有什么情况 有可能会互相取代到呢 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有版本如果有互相取代到的 就不会发展到 李清照又填 苏东波又填 欧阳修又填 欧阳修填完 版本一再填 甚至就算同一首曲 加持 你在柳州的 可能一个叫榴莲的歌机去唱 和你去到 可能去到 杭州 一个叫 凤梨的名记去唱 两个版本都取代不了的 所以一首完整的歌 就是我们讲 泳唱出来的歌 它是包括 曲词編唱 这四个部分 混合在一起 当然 有些歌 不一定是泳唱 可能是 纯音乐的有 可能是 清唱的有 但是 你纯音乐是一个版本 如果你纯音乐 只有一个纯音乐的版本 这两个版本 是可以 可能会互相取代到的 有影响性的 但如果你加上 人声 你听出来的时候 你不可以撕掉 人声的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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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有醋音的 你不能撕掉 你听一个 他本身 我连人声 连歌词 就已经不同了 你听一个 可能 榴莲唱的 李清照的 水调歌 和一个 凤梨唱的 苏东波的 水调歌 两个如何可以取代到 一些是客观的现实 一些是真的有分对和错 这里我自己 我看 我有些 我有一些 封闻专收宋词的 我自己 有我 也都 留意现在的 流行歌词 那究竟 大家如何可以 互相取代到 取代到会影响一个版权 会影响一个原作者的权益 而是必须要 他一个授权 才可以 如果他不授权 就好像很大一件事 是 是 是 有何来 可以成立 这个 我坐在那里 有没有成立 是 不过 当然 是 我想 陆先生 你继续说 所以 如果说 每种 parody的例子 实在太多 甚至 不是parody 都有 但比如 Google 的Translate 在网页里 他可以把整个网页变成 我可以看得到的语言 就是 由中文 比如阿塞拜疆文 那样 但是 这件事 之后 会有可能 会落入一个圈套 就是 是的 可能那个网页 是会有 是 是有 去有 阿塞拜疆的 的 网站 那样的话 他也有一个 法律 去 去 去 做 那 Google 不是 犯法 那我分享这个 hyperlink 那怎么办呢 政府说 里面不是侵权的 所以 亦是侵权不是犯法 当中 而且 不要说这些电脑的东西 可能有时候 有些小妹妹 去 在自己的照片里面 连一些 电脑上的 就是在电脑上面 连一些 sticker sticker 有可能是犯人 人家有版权的 实在 太多使用方式 而且 这个已经不是 只是一个 二次创作 以及一个 棋房的范畴 是整个网络 大家的心态 如果 定一条法例 不是一个 在 这个 user generated content 上面 规范 人家 怎样有规则的使用 而是 说你棋房 易不易创 讨论創作 是应该 怎样 我觉得就 miss了 很多 真真正正的 最大部分的 用家 正正的需要 刚才 胡先生说的 词 我想 我看一件事 好像很简单 我不知道 能不能这样看 而且我们也不要 想法例 和法庭 想得太复杂 有些法官审案 可能 他都是跟上 常理的 去審 例如我 拿了一首歌 去日曲 中词 然后 我 灌唱片 去商业上 拿出来 去卖 或者大量分发 即是没有人会给钱 买我的唱片 但是我自己出钱 去大量分发 像什么黄纸 那样 什么油黄纸 去分发 我就印几千张 周围去分发 这样 就算是 什么呢 算不算是侵权呢 或者 如果我们几十年前 我们的老饼 都会唱口水歌 很棒的 就拿着吉他 改别人的歌词 也是这样唱的 那些照理 我又不觉得法官 会说你在学校表演 唱了一首歌 然后就拘捕你 现在 大家是否突然之间 怕法例将来 会托得这么严呢 但是 反过来也是那句 不让任何今次说的豁免 今天已经可以托捕你了 那关于这个修订 有什么事呢 是 是 所以 有几点了 回答一下 今天说了修订 就是想有一个明确的空间 给予一个豁免 其实这个豁免 是迟了很久的了 我自己那时候还在读书 可能是2005、2006年 可能已经参与一些 可能去谈计 一个应该比赛創作 一些豁免的空间 其实有很多 譬如 我都知道有些 譬如在艺民界的前辈 可能更早 可能是99年 2000年 一直都在谈计 其实到现在才能出现 有一个豁免 一个异创有的豁免 今次这个豁免 就是有豁免是需要的 亦都希望这个豁免 可以是真正的豁免 而不是只是一个 就是我们很害怕 一个 就是现在很流行 所谓的语言陷阱 如果只是一个 在这里跟你说 好像有豁免 事实上到头来 就是我们仍然是做一番 就是改国改辞的 那么普通 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亦都不会 危害其他人的 他们自己的 那个 創作权益的东西 如果这样 都是 就是 有 称之为犯法的风险 就是我说的 不是一定 真的上法庭 而是只不过 可能 你仍然冒着危险 可以被控告的 那这方面 一来 大家都看到 今天政府执法 大家 就是在执法那方面 那 其实不关 不关 经济发展高的事 可能 在执法方面 大家 可不可以 那么信任呢 就是此其一 另一方面 就是 很多时候 不是在执法的层面 譬如在YouTube那里 刚才我说 山卡 老师的例子 在YouTube那里 他给了一首歌 就是他想 就这件事 发声的渠道 就没有了 就是这方面 我明白 还有 刚才有几点 回答了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给钱那里 就是我们在说 现在我们在说 不是 不是 跟以前 比如说 譚詠麟唱一首 或者张国荣唱一首 可能是日曲总辞的 就是那时候 为什么要这么贵的版权费 可能要去日本那边买 就是 其实那是一个媒体的 一个商业的入门门槛 那你在这个门槛 买了之后 之后 你可以再去全港的 所有的传媒 电视台 电台 怎样去播 怎样拍手 怎样去唱片 街上那些 在唱碟店那里卖 那时候 还是买个双白金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商业经营在 有一个这样的合入场费 这方面 我们绝对不反对 但是我们现在在说 就是我们希望有的权利 只不可能就是免费 就是我们也都不是用它 去赚任何钱 只不过是录一首歌 可能上youtube去耳朵下 这方面不是 我要给其他的朋友 先说一说 我不让你先说 给其他人先说一说 阿Ling 阿Michelle 其实有一件事 我也想回应阿Sam 他说大量分法 其实就是大家 就立刻不用说话了 为什么呢 大家上网 你一扔上去 法官大人说的 就是那时候 陈艾明那单 你有人BT 就是大量分法 哪怕你三个先 哪怕你实际场 只有三个人 那 其中一个执法人员你 就是大量分法 那我一扔上去 那就是大家不用谈的了 刚才你说 大量分法 一定要有仇权 那大家立刻就 不用谈的 我们现在不是说 阻止 阻止 版权的 投资者 去赚钱 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都要合理才行 如果我一扔上去 那就是大量分法 那其实 我可以这么说 大家活在 网民和版权持有人 可以说是活在 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里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网络的社会 就是在网络上 那些东西去得太快了 你要分享给 就算你只是想 我在Facebook上 我只是分享给几个朋友 其实很普通的一件事 问题就是 那些朋友觉得很棒 又分享给他几个朋友 再分享给几个朋友 几何级数上 搞不定 这件事怎么办呢 就是 如果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怎么谈下去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卡夫卡都有说 就是 阿鹿先生有说 我们有时候 做二次创作 有些时候 拿来举个例子 早一段时间 例如 领会那个 尋美时光 今天尋你 嘟嘟 在那些情况 其实你是想 为那间 可以这么说 直接说 那间公司迷 如果你说需要他的授权 我相信 没有一间公司肯制人 就是 如果有这么大方的公司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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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他们的做法 但是 有多少间公司可以这样呢 有这么大的气量 可以容忍你嘲笑他呢 有时候真的 就是 例如 陈凯哥那套戏的无极 被人拿去评论 这是大陆的案件 如果在香港 要反权又授权 我相信也挺困难 就是这件事 都是大家值得想想的 是 好 所以 反而不论 应该 其实 明文界定 保障 这个 二创 其实有一个 disvoice的自由 去 保障 起码最基本的 可以反对 原创者 那个 意念 的自由 OK Michelle 和Chester 有没有要补充 Sam 好像蠢蠢蠢蠢 你 让Michelle和Chester 不如先说一说 然后Sam 你可以有些回应 我也有些问题 不过Michelle 先 好 首先说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沖上云烧》 可能有 可能没有 大家对 他的首主归曲 不太满演 对新场那个 于是 第一晚首播片头之后 网上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 很快到 大家都是不喜欢的 于是 在YouTube 你会发现有《沖上云烧》新的片头 配陈奕迅以前唱的《岁月娱歌》 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就是 有人觉得 林子祥唱得实在太刚强了 于是就觉得 嗯 配《包青天》好些 于是就用《包青天》的首歌 配上新 就是现在《沖上云烧2》的片头 第二个版本 另外又有一个版本 就是 网民他很喜欢《岁月娱歌》这一套电视剧 这一套电视剧 他在未出第三套之前 他用陈奕迅的《岁月娱歌》 配的图画就是 舊的《岁月娱歌》的片段 再加上那些无线电视剧《巡礼》的片段 譬如可能有《林峰》的 最后版本就没有《林峰》 他就剪了这些片段 再变成另外一个版本 我说这件事是什么呢 其实 这三个版本 他们有没有侵权呢 他们是恶搞 还是疑似创作呢 其实呢 在现在版权的概念和制度之下 其实他们肯定是侵权 因为 只要无线一下不喜欢 其实他透支YouTube 立即就可以下载那首歌 即移除 我们就没有了 我们看得这么开心 或者很有共鸣 或者觉得这样才是 对的 《冲上闻宵2》这样的 片头加音乐 所以这个就是网上世界 也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 其实版权除了商业角度的元素之外 我想我们一定要加上文化的视野 譬如一些文化艺术人 之前他们也有说过 说其实创作的本质 不是尽快拿到专利或者版权 而去读享整个市场的权威 但其实是一种表达的自由 其实只要你去问文化艺术人 他们已经说过很多例子 如何每一幅不同的画 是藉着前人不同的经验 然后有新的创作 变成一个新的作品 或者会出了名 这个是版权 我觉得今次也很好 因为在讲版权 有得讨论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会可以讨论 讨论一个看似牢不可破 或者看似已经是常识的一个字 我们可能会赋予一个新的意义 或者再想多些 可以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 去丰富它 去改变它 所以我其实觉得 这个修订 未必是制造了版权前的人 或者网民的对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 可以令到Sam放心 其实我们大家都同意 有组织大规模的盗版行为 是刑事罪行 例如找黑社会 然后去片场偷 然后去卖 我们是没有反对的 新的豁免修订 其实没有说这件事突然间合法了 所以其实 我觉得版权前的人 可以放心一点 因为不会伤害到他们的利益 是的 然后我再说 就是那个 法例其实不是死 跟文化一样 法例是不停有时改变的 刚才他们也有说过 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是如何 现在就是多了互联网 因为就是 以前在谭慧良唱的一首日曲 广东话词的时候 就是以前很难 普通人可以录到一首歌 然后大量去复制 然后再买 当然科技慢慢发展 去到有Walkman 可能现在这一代不知道 还有Disman 他们开始懂得自己 我自己可以在家唱了 我喜欢的牛像首歌 然后拿去分给朋友听 就是越来越多 这些不同的科技 现在的科技就是 我们在互联网 因为Facebook是一个 社交网络媒体 除了Facebook有很多其他 这个科技 令到我们分发的成本低了很多 简单了很多 甚至一个五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做到 所以 其实 我觉得今次的法例去豁免这些事 其实是可以保障到那个网民 以及是跟社会一起进步的 那 是的 以前很高成本的 今次买了的士 才可以上班 Tester 其实 大家看我坐的位置 就知道 我是 就是 就是 陆生说 这边就是 那边就是 那边就是 其实我坐在中间 就是 每一面都可以的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两面不是人的 不用说 我两面不是人的 不是 就是 我有点真的 就觉得 其实大家 所以说的东西 包括 政府之前提出的 某些论具 或者一些的 建议 我都支持 或者有些都 都同意 其实有一部分就是 因为我觉得 自己作为 我想 一个 就是 互联网 或者是 就是 IT 的 当然 都是网民 那 我觉得在网上 那个言论自由 或者那个 发表 一些 意见 的 那个 权力 那个能力空间 这个 那个保障 是 挺重要的 那你 就是对于 你不是个个 好像 某些 大公司 或者某些 政府 或者甚至乎 有些 议员 或者某些事情 它可以有些某些立场 或者是制造一些 今天好像这样的立场 可以出来讲话 或者表达一些意见 其实不是个个可以 表达到的 那么 今天我们有 很多 社交媒体 有很多 这样的channels 不要理他 纯粹在上面 打两个字 也好 或者是有些人 他努力一点 我改了人的歌 或者是改了人的某些词 去摆上去 那这些 它是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选择 一个途径 一个途径 去做这种事 那 但是当然 就是你说 那 但是在另外一边的 把尺 那里 譬如我们 譬如政府方面 它不能说 我当然这些 我保障之余 就是说 这是其中一个 是human rights 的一些东西 对吧 这是freedom of speech的东西 但是我保障这些东西 之外 我又有一堆 的版权 或者商业的一些 interests 我们是否 如果我们不保障他们 那接着又没有人 又被人 骂 又没有人来 投资 又没有人来做什么 那 就结果 又没有人来做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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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 好像 毛先生说的 那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 就是那些东西 那些选择 一二三 其实 会不会用 如果没有一个 适合的门槛 去规范 那我是不是 好像 那些东西 我现在这么久没有被告过 但是 他很 选择不告 那你可能有人选择告 譬如说 我刚才提及到 Winney说到 我 我不表现 可能有一件事 我 有一天 选了 无线 某一首 某一个 主打电视剧 某一件事来改 然后踩震 他的尾巴 然后 他走去 选择告我 他很容易 对不对 那 接着 那怎样呢 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来说 那个 后生和学生都说了 香港 我一个法律诉讼 那个成本这么高 一个普通人 是 没有办法去承担 这个 就是你让我告得 譬如我以前自己 我做IT利用之前 也做过一些 艺术的事 做过一些 一些涉影的事 其实 我见过 好了 包括我 我以前的师傅 做了 是试过 给一些人 拿过我们 帮他拍的一些照片 是拿出来 做了一些用途 但会给到钱 那 怎样呢 那问题就是 好了 跟律师谈完 行了 受当了 可以回家了 因为基本上 不要说 连续联益 连续联益 都可以给得起 那你那里 如何去 是不是我们 下下要去到 那里 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去 人家去 我们要 要 对方的 的 我们 困难地 不给人告 或者是我们 这些事 无所打破的 他应该都不去告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可以保障一些的 空间 是 就是 肯定一些 没有那么容易 是的 现在就是肯不肯定 那问题 Sam 你先喝一会儿 因为我想 问一件事 因为我听了大家 说了一段时间 很多谢你 又提出了 大量分发 商业等等 这些概念 我想大家 记得之前 彭女士 和特王先生 他们那些 幻灯片里面 大家 那里不是幻灯片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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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 在说 那几个词语的定义 就是 气房 气房之后 有四个词语的定义 说到 好像 就是说 气房 就没问题了 我不要管 Option 2 3 那两个之中 我不管是民事 刑事 那里 我不讨论 总之 就是豁免了 就是 如果是气房 就豁免了 但是 现在跟着又说了 大量分发 和商业 究竟 我从我的 又是 不懂法律的角度 所以可能Alice 或者王生 彭女士 你可以说一下 就是 我当我取用 Option 2 Option 3 如果 我是 parody 明显 不要说明显侵权的东西 但是 如果我又涉及 都不要说商业 因为商业可能很难 更难界定 大量分发 才算 我在YouTube 那里 如果我只有30个人看 那就是 你也不要搞我 我都废话 我都废话 我都没有这些人 但是有几十万人看 那我当然成功了 越多人看 那就出事 是不是这样 究竟是否 这些大量分发 甚至商业 这些 criteria 这些事情 是否override 即是 它本身 如果已经是parody 还是它本身是parody 其实你不会考虑 它是否大量分发 还是商业等等 这些刚才Sam提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说 譬如说 这些大量分发 这些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或者在那个fair dealing 其实已经是cover了 不会再exception 它出来 我想网民可能 就想知道这件事 就是 你说了是parody 我也是parody 接着原来还有一些条件 讲一下又多些 那他就害怕这些 是不是 Sam你提出这些意见 那我明白你的关系在哪里 但是我 我理得你的关系在哪里 我就说 那接着最重要是 你有你说 总之我没事便可以 我会这样想的 是吧 所以我想问几位 其实 Sam说的那些 是否一支条件 还是其实是他自己看法 可不可以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Sam再说你的意见 不好意思 我想想黄先生或者彭先生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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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说的那些是什么意思 你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我先说 我先说 如果刚才说到 其实我都看到一个 其实大家的讨论 都带出一些东西 都是共通的 比如刚才我说到 其实我做的东西 是不会弃害其他人 不会弃害反权人 或者我做的东西 是不会有一个取代的效果 不会有一个商业的损害 对一些东西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因为如果在 譬如说 第三个先方案之中 正如Charles说 假设我们已经是parody 那究竟 他也未必 他不是商业的 商业不是另一样东西 那的话 我放上YouTube 很多人看的话 那是不是已经是大量发放 所以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法例 如果按我们的法例去看 或者是美国的fair use 或者是一些 现在我们本身 香港公平处理的那些 的条文 那个标准在哪里呢 就是那几个因素 就是说 其实有没有一个 取代了原作品 效果的效应在那里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都是一些 相关的法的因素 我们要去考虑 如果 我可以很比较 就是前瞻的感觉 比如说 纯粹是私人的 我自己做的 我是放上YouTube 和我的朋友去分享的 我是自己治愈的 我其实唱得很差的 都不会人 不是买的 不是出去买的 这样的话 其实法庭 刚才Charles也说了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法官的人 去看社会情态方 他会看究竟 他真的是不是 侵犯了原作品 那么 反权人的一些利益 有一个取代的效应在那里呢 如果是 那些考虑 其实都是一些 经常 很多人日常生活 正在发生的事的话 那么 会不会法庭 都是一个处理 就是说 其实可能会掉到 公平处理的范畴之中呢 因为其实我们公平处理的 那些东西 或者是 找去作为呢 其实是我们的版权法律之下 六十多个条款 都有这样的条文 都是类似的 这样的考虑去做 那些法庭 一定的经验 是去接受的 就是 这些就是比较 就是说到parody 这件事 譬如说 时事报道 新闻报道 现在都有一个 公平处理的考虑 就是说 譬如你报纸上面 他都有些照片 可能是在网上拿出来的 他不知道哪个版权 有人拿出来 他还有一个报道 写着网上图片之类 其实他也没有版权人的同意 他也是这样去做的 其实那份报纸本身是 卖钱的 其实也是 但是那份都是在我们的 法庭之下 是容许可以有些公平处理的做法 另一个例子 我也可以说一说 譬如说 我希望觉得对 我不敢说 还是对 就以前我们看新闻片 最后呢 新闻报道 那些 最后体育报道 体育报道 一定是入球精华 那样 说如何入球 那些世界观 那样之类 以前呢 很多都有看的 就是无论他那个电台 没有买过转播权 都有看的 但是近几年 我都留意到 就是那些电视台 已经 如果他没有买过转播权的话 他不能以这个 新闻报道 这一样的理由 就是去剪了最精彩 精华入球的部分 放在我新闻片里 那我想 那我想 是不是因为 其实 现在版权制度 都很清楚了 公平处理的话 就是公平的 那些片本身 都是透过一个 商业授平的方式 我卖给他的 根本可以帮他买的 你不买 你以这个 你以这个新闻报道理由 拿去用 那就未必可以 所以其实 那个标准 其实版权制度 有标准的标准 但是除了社会的变化 和商业制度的变化 是会 我们的行为 是会有一个 规范在 我想 整体的想法 我自己这样看 好 阿San 我按住你很久了 你 你想不想说 其实呢 就是想澄清一些东西的 就是 版权人 就不是洪水万寿 我们也是人 只是找两餐 就是 跟你坐在这里 没有什么分别 什么分别 都是要纳税 那 陈乃鸣的案子 是完全不同的 陈乃鸣这个案子 我们完全不会放过他 就算他一套片 我都会告到他会苦 为什么呢 他整套片放上去 还有 和恶搞 或者说 你那些 完全是两码枝的事 对吗 第二 我们一定是要看一些 国际守质的 不是说 我们想怎样 就是想怎样 各有各法 家有家规 尤其是香港这个国际社会 大家刚才看《简报》的时候 我希望政府可以 把《简报》 或者放在网上 我们会更加清晰很多 很多是写得很清楚的 你不用害怕 如果你硬把它 无限上纲 文化大革命 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为什么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那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 你硬要用来说是没有意思的 对吗 还有一个就是 本身 什么为之 恶搞和二次创造 为什么我要这么执着 我个人 我不代表版权权解 我个人这么执着 因为如果你的定位 你可以说自己是什么 但是你的定位 在国际惯例的词汇 不是这样解释的时候 你会令人有很多是误解 令到香港有很多国际的压力 这个大家都不想的 这些呢 我也希望政府方面可以说一说 真是二次创作的 那个definition 正如刚才李教授所说的 他的定义是什么 涵谷是什么 我搞我们版权 完全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可以代表 二十一个会和大家说 我亦做一个身份报告 我是香港版权 关注小组的义务秘书 没有人公知的 代表二十一个会 不单只是特办权权会 亦是有一些内容供应商的会 我们是有个共识 就是说 你们真是用来做恶搞 放在高登网络 大家嘻嘻嘻 不论你是做谁都好 我们没有意见 我支持你 为什么 我都可以上去看看 笑下 有什么问题 但你不是 你要将别人本身拥有的版权 未经别人许可 拿过来 加点东西 就说是你自己的 我想这样过分的 即是未经你的许可 去恶搞是可以的 未经你的许可 去 去 打烂我法馆 打烂你法馆 好 好 后面的怎么判断 我不知道怎么才算打烂你法馆 但前者的 你都会认为 未经所谓许可 去恶搞气房 都可以的 可以的 黄先生 是不是有些东西 要补充 我看你 还未在 不是 明天不让我 好 下面 台下 台下 有些手在举 我想这些时间关系 我认不了这么多 第一个 阿森霞 阿森霞 即是谁 我回头 我当你们两个 我都睡不开 你们不是一二号的吗 sorry 你说 不是 我想说 就是 最近 胡桑佬的龟龟哥 被人说他发霉 抹了霉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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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OK 我们有没有在台上办法顾问 这个是不是fair条例 第二 你说什么 日歌中詞 那些是重唱 Departed 那个例子是重拍 所谓二次创作 你是连原创品的本质都不同了 等于如果 譚运伦手舞之戀 我将它改编了 根本不是一首情歌 里面的歌词 我是在串霉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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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 对不对 就算是情歌也可以是异创的 但是坊间约定续成 坊间约定续成的异创 始终是有一些讽刺 或者一些这样的成分 或者是一只恶特情歌也可以 应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还有刚才提到 李雪青 你提到 就是说 法例那里不想那么 写到那么死 那就变成了人质 我只是会担心的 如果不是写得那么死 我会比较担心这件事情 就是你说 如果写得很死的 很清晰的 大家会困死在这个框框那里 如果没有这个框框 我更害怕 好了,到我讲一讲 你们两个一起 我呢 我说一件事很简单的 我做一个版权持有人 我就对侵权那些很愤怒 这样的网 大家都众所周知 他就是有大量分发的 盗版的照片 甚至是他的实物 也是盗版 而且他也是商业活动 那么作为政府 如果这个条例过了 会不会去主动控告这个网 可否在台上可以回答我 OK 我们再给多几位去 其实我还没说完 可否回答了 其实是理论上是会的 对不对 你等他一会回答吧 我怕控制一下时间 你不如先说一下 你先说一下 他一定会回答的 好啊 我想说这个网 叫淘宝香港 如果你是个人 我会很感受的 因为我呢 我就可以 我就是云端运动的发起人 我可以代表20亿个patre 他告诉你 我们这件事很深 你说他上面在卖什么 什么? 我不一定要卖的 他上面的是什么 现在大家都有手提电话 大家随便在淘宝香港打Nike 你又找到多少是盗版的 这一份东西都是盗版的 那些是盗版 你不是跟他们说 那你将 你的网里面 你将照片 你有多少是大量分法的 有多少是偷逃的 那些 还有是商业活动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是不是政府要大头拉他 政府大头应该要拉他 不过是海关拉的 我不理你这部门 你执行另一个部门 你政府要大头拉他 好 OK 好 好 前面这位带母的朋友 后面蓝色衫和白色衫这位 这几位先 跟着你 是 是 他说那些假货 这位先生 是 我也是多重身份的 我是创作人 又是有做二次创作 我不叫戏房同学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二次创作 我又是出版漫画的 但是虽然我不是 我也是版权自由人 你为人不是律师 虽然不是很大的规模 但是很少量的创作 我听完很多位讲者说完之后 我发觉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问题 不复杂的 首先 譬如有何生 他拥有一些 代表人是版权公司 或者他身家公司 拥有很多版权 只要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是互联网年代 大家都是资讯互动 不同以前 我们以前拥有版权 的概念是绝对拥有的 但是现在 那个环境不同了 资讯自由 大家很着重这件事 只要那些版权持有的人 去看待二次创作 或者漠假 他们的概念 不是拿到那么紧 其实这件事 第一件事在大家 再做这些创作的时候 已经不需要 那么害怕去扶上 一个很大问题的法律站 因为刚才我听过 说要经过版权持有人 他们确认 认可他们是侵权 才会告他们 这个其实已经是 那个 检控已经低了很多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 有一个概念 譬如政府有一个 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对 为什么要看别人的 那些国际惯例 你说上载侵权 这件事不是 我不是说这件事 是说二次创作 或者希望一些 为什么一定要看别人的案例 然后跟着别人的案例 这样走来走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转转 我们看这件事 是比较别人超前一点的 然后其他国家 看回我们香港 认为这个例 可能会影响全世界 开放一些 为什么我们想这件事 要想得这么捕手 我觉得很奇怪 普通法就一定要看好 那么多普通法国家的案例 不是 你承认的时候 你可以承认 你承认的豁免是宽阔一点的 你不需要承认 你不需要承认 他就会承认得很客战 法例就一定不一定跟人 不然也不用承认 因为我们本地 我们叫做示威之都 有没有其他地方叫做示威之都 有 有 人家是这样承认 我叫人家去看右行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对言论自由 更加执着 我认为法例应该这样 是有了几节 好 谢谢 还有一件事 快一点 因为我们很多人举手 还有一件事 我认为 做二次创造一个国教 很多人认为 对反权者有侵害 我呢 我现在坐在我这个人 我就是做一个 麦兜洗脑脑教育 和麦兜校长老师本我心 是讲反国教 不知道台上有没有看过 那时候 麦兜璧也在电影上 我绝对不认同 凡是做二次创造一个 是对版权人有伤害的 这件事我绝对不认同 相反 看完那些人 看完那些动画之后 有90%的人说很感动 连原作者后来 因为这件事搞到大 那时候 9月份推行国民教育 因为很赶时间 在之前特意去做二次创造动画 后来就搞到大件事 正如说是 分发得很广 几天就已经有几十万人看过了 搞到苹果又 上了几份报纸新闻 那些记者就特意问问 麦兜璧 独家接受整部访问 他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照读 斩钉截铁 支持而原创造 和反国民教育 就是说了这句话 如果你认为 做二次创造一定对原作者 那些作品受到伤 你看回同期上映的电影 究竟他没有赚钱 是否虧了 看完就觉得 看完这个意义 又会对他有影响 我认为是不绝对的 有两个条件 我认为应该是 去告二次创造者 第一件事就是 他做的创造 是会对原作者的版权 或者版权持有的人 构成利益的伤害 我做完这件事 会对你那个作品 构成经济损失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你做的作品刻意地去 无理地去损害我 公司的产品的形象 令到我们的经济会受到损害 通常都是这两个原因之下 才会过 如果不是根本 如果做一般创造的话 譬如我都是创造人 我不介意别人 再拿我的作品去做二创造 只要你不会影响到我受到损失 或者导用了直接去令到我受到损失 这件事我觉得不是问题 好 麻烦 后面的白色三个位 然后的蓝色三个位 下一个回合我再看 是 让你几位说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记得以前有人想做叮当的网站 他将叮当的图片和故事 即是 代归 那当时的叮当 算了 我们这里容许了 那就无所谓 他将图片和故事 回顾 但是 那个就是给 反权持有人的律师 中国的代理 国际影音 是的 他就不是真的告人 但是他出封律师信 就已经够吓到原有人 去创造他的网站 所以是有这些故事 不是完全没有这些故事 他这个案子不一定是棄房 但是 将这些叮当以前的历史 或者回顾的东西 放在网站上 其实对公共的知识 其实是有帮助的 他不一定要和你们 反权人唱对台 但是反权人未必会给 这个其一 第二就是 现在互联网发达了这么多 其实是有欧盟 或者有其他国家 研究将这些 用户提供的物料 或者 content 将这些 content 研究Grant 一个例子 是Under 三部试 Under Berlun 3-step test 是有这些研究的 我只是在做 所以我理解 其实他依然在 在国际惯例之下 依然是 国际可容许的规判 它依然是 国际可容许的规判 它依然是 国际可容许的规判 它依然是 以前其实有fan fiction 美国有些比较少人知道 我将一些 Wonder Woman 改了自己 出一些 fiction 但他们对 版权业的影响力 就不够 所以 推动不了 现在有互联网 就开始 一些人容易更改 但其实 就不应该有 一个科技限制 虽然 互联网 或YouTube 是一个媒体 但其实 传统我 将一些 fiction 自己改 改做fan fiction 都应该是 有相对 好 麻烦 后面蓝色T-shirt 这位朋友 我想我不知道 以前的研讨 会有没有说过 但今次好像 是否实质经济损害 大家好像没有怎么讨论 我觉得 大家讨论很多 走前退后 收紧 放大 究竟是parody 还是setter 那里就讨论很多 但是 其实 最能够 令到人害怕 会不会被人 拉上法庭 那件事 其实是实质经济损害 例如 你即使是做同一个行为 你如果 例如 《村上春树》的日文的作品 你突然把它翻成中文 你是不是拿去买也好 你发表肯定会出事 但你反过来 你可能拿 《向西村上春树》 你把它翻译成日文 然后 帮它拿去日本宣传 它可能会多谢你 这些就是 你变成要跟版权人去谈 究竟 你做这件事 他觉得可以吗 这些是要谈的 在这些事情里面 有时有些人觉得 他想做这个行为 他是拿了一个版权的作品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觉得 不用谈 我这样做 就可能有风险了 在这里 就有过一个 怕被人拉上法庭的风险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是在 在经济损害那样东西 是转严多一点的 那转严什么呢 就是例如 经济损害 我自己看 就有 好像有三个圈的范畴 是可以想 可不可以收紧的 最主要的那个圈 你直接对 那个版权作品 做的经济损害 就是它那样东西 拿来买的 而你又做一件东西 拿来买的 而别人是会 买了你的东西 instead of他的东西 那这个是 第一个圈的经济损害 第二个圈可能就是 他的东西是用来 argue for 某一些的论点的 那你拿了他的作品 用来 argue against 他的论点 接着令到别人 就不信他那样东西 接着可能 就有一些经济损害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是第二个圈 第三个圈 可能是 例如一些政党 logo 帮他营造一个形象的 那你拿一个政党 logo 就去握搞 那样 接着就损害了他的形象 那这个可能是第三个圈 会不会是在这三个圈那里 可以在法例上 收紧一些 那就会令到人觉得 会不会造成 经济损害那样东西 比较certain一些 这样东西是会令到人 比较安心一些 嗯 好 先等一等 我刚才答应了 第一个圈 后面那位 给个咪 Kent前面那位 等他说完 我想给财上几位 有少少回应 大家好 刚才版权持有人代表 我不知道你贵姓是否 不好意思 姓何 何先生 你问一下问题 不知道《戏房》是这个词语怎么来 我可以回答你 约10年前 逢杖律师去翻译Parody做戏房 上网可以找到 逢杖戏房就找到了 逢杖律师他还引用 1994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一个判词指出 国法官指出 法庭呢 执行这个版权法的时候 不要这么死板 因为需要鼓励 創意 创意有什么好呢 法官没有说 我现在引用 剑桥大学 经济系 港座教授 达古特 都是印度人 他有写2007年 牛洋大学出版社 日本叫Economics 第25到26页 他指出 创意都是生产力 各位 你上网查一下 美国平博电脑 2007年推出iPhone 他的伙计只有8万个 中国石油 60万个伙计 开山砌石 中石油的市值 相当于半个苹果 各位 你选择什么政治 你选择什么经济 明白 我想请财上 好像刚才有些朋友 也想有些回应 是 鹿兄 没有 真的有100米 上面没有了 是 尽量简短一下 留点时间给下面 可能还有朋友上去 谢谢 谢谢 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天蓝色衣服的朋友 所说的 你所说的 其实 这么图像化的想法 我觉得挺有趣的 始终超乎经济損害 始终是 我们都认为 起码我们这班人都认为 是今次 整个版权收定 讨论的重点 绝对是 放心 没有错过 但是 他坎服的地方 就是在于 这件事实在太难解定了 那什么叫 more than trivial 原来 我们其实有个法律顾问 曾经跟我说过 当然 不是版权法 曾经因为 就是这三个字 去成功 入过一个白白 没有其他 没有案底 初犯的 因为只是英文过半仁钱 就中了这个more than trivial 的圈套里面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 我们的 trivial 其实比零呢 那 那 其实当然 越说越多些例子出现 但其实 不是说没有办法解决 会不会可以用其他 那些 豁免的条件 去取代它呢 譬如刚才 当中 有个白色衣服 肥哥哥 都 讲过一些 UGC User general content 这条 是加拿大法律 其实不是说 毫无终身有 不是说 真的 真的想出来 就是 只要是一个 在既定条件 在很 genera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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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在有些 条件 下 去做我们的 其实那些 已经在社会上容许 亦都这个方法 是会比较 涵盖到很多 很多 的 作品 而不会损害到 版权人的利益 其实这番话 我想跟政府 所以 所以 好 可能 就是要想一下 如何再具体一点 给他们一个建议 第四、第五个选择 这样 是 没错 好 之后你们 好 有 这位黑色衣服 这位朋友 Sorry Michelle先说 我看 OK Michelle先说 其实谈了很多 我们都觉得 其实不要要这个 是好一点的 因为 之前你也有想过 那个的士司机 好像真的没有找到 五毫子 就是当日我不代表 这个案子 但是五毫子 都可以上法庭 那么 你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撤销了 最后没有了 是的 就是你过分的检控 是不可以在法律上避免的 是的 如果检控太离谱 这个就 是的 所以他也被人骂 是的 所以 这个超乎稀微 经济損害 最好就不要 另外想说回 其实刚才大家都有说过 就是移除的机制 其实这次的咨询是没有说到的 就是实务守质 其实我想网民除了要考虑 会不会被人控告之外 其实你未被人控告之前 你的作品可能已经被人清单了 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可以 或者政府可以下一期再说实务守质 或者安全港那些讨论 大家都要继续留意 好 好的 这位黑色衣服 这位 后面黑色衣服 这位 罗易契、Eric 和你 哇 很多 很短 很精简 我认得你们了 你们 我 哇 很精简 看时间 一分钟 没有太多人了 快点 一分钟 我简单说几句 其实刚才何生说到 版权权人都要去找餐饭 我想说 我们做同行创作 我们饭都没得吃的 没钱赚的 真心的 就是 很想说的东西就是说 商业价值和创作自由 当中其实拿个平衡 我想是版权化很重要的一件事 刚才你也有说到 然后 刚才何生也说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 法律以外都可以有些 共同的机制 可不可以不用每次打到上庭呢 喂大哥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人打上庭 不是我想上庭的 有些时候 就是说到500元一场公司的时候 我一定没有钱 有时真的不用上庭 告入的时候 才会令到 版权创作者出现问题 所以其实 在法律里面的设计 可不可以 有一些安全的关系 好像现在版权研法律有说到的 我做学术的 我去引引一些文章 我是没事的 一定是没事的 我不需要担心突然间 突然间有得被人告 现在我要做创作 我要二次创作 好像二次创作 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被人告 这件事情其实 是不是可以 是有些extension呢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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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国际的惯例 这些好像不太难extension 我跟回刚刚政府说 因为我真的是财疏 我只是听他说的 他就说 特别的 special case 不要影响到正常的 正常的运用 以及不会有些很 不合理的 对权利的损害 我看来同行创作 或者二次创作 其实都不会犯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不能extension呢 是的 好 好 刚才 后面黑色那位 我知道 这里前面有个 其实你 好 帮我传一传 我 这位 是你 我 不是 你嘛 我 不是你 你也是黑色衣服 后面那个 你没有举手 你有吗 你有吗 是 好的 我是中文大学的学生 现在在研究版权立法 有些少论问题 想问回李教授 或者黄先生 或者其他嘉宾都可以答 我看到 损害 版权拥有人权利 有一道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损害 做一个贬选性的处理 这个贬选性的处理 会不会 跟现在现行的批评与评论 这个却面会有矛盾呢 还有 我想问一下批评及评论 这个豁免的对象是 对象是所有人呢 包括 我现在批评梁振英也可以 我批评李嘉诚也可以 我批评 或者我评论我旁边的同学也可以 或者是 究竟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豁免的呢 这个评论 还有 现在刚才 代表网民的同事都 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 这个新的法例会打压言论自由 或者表达自由 但是 现在已经有诽谤法 有这个保障 但是 会不会其实 如果你们是害怕 这个新的法例会打压言论自由 会不会都会用到 其实都会怕 有诽谤法都会打压呢 是 OK 这个 拿咪 喂 快手 拿咪 你跟着他 跟着咪走 传下去 麻烦 你 然后跟着Clara 走 各位 好了 刚刚说到诽谤这件事情 如果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拿另一个人的作品 放在有版权的 放在网上的论坛上 让小传人去攻审 然后令到一群不明所疑的人 就去弃起原作品 甚至是原作者 而令到原作者身继受影响 甚至是让不了 因为全家饿死的情况 其实应该是当侵权 还是当诽谤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是看的律师 觉得什么是引而犹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想说到 以前宋朝那些 就是说 很多那些衍生作品 之类的 但是到了现代 很多东西 引用的东西 就要看版权之类的 其实这些东西 一搞不好 知识产权 随时会变成知识版权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说 听过日本 不知道夜总会 还是什么地方 有人用口琴 来吹叮叮 那个主题歌 结果坐牢坐十个月了 但是这个情况 如果那个老人家 是吹到走音 五音不存 而令到他吹出来 那个音乐风格 和原本的不同 那他会否改逆呢 那就 这个看下 大家怎么想 OK 这个不知是不是 Folk Law 是否真的有什么事 我们都不知道 吹完口琴 是不是真的 那你挺有兴趣 就是翌日再说 Claire 我很简短 想说回 我听了这个讨论 我就觉得 在讨论之中 很多时候 有一个感觉 好像就说 哇 拿授权等于打压创作 我想换个角度 去说这件事 我想大部分网民就说 哇 拿授权就是打压我们的创意 但是其实 在这个 怎么说 创意工业里面 就是正正因为 有一个商业的模式 和有一个授权的制度 其实是可以鼓励了 很多人去参与这个 创意工业 你想想 譬如我写一个剧本出来 我找不到吃的 我想去作一首歌出来 我找不到吃的 究竟有多少人 是愿意投身于 这个创业工业 或者是创业的行业呢 我也明白 其实有很多 网民 他们是为了兴趣 或者是为了 諷刺时弊 去表达他的意见 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觉得在这个版权修订条例里面 是要保障 或者是 戒清了那件事 告诉他们 让他们 放心去做这件事 就不是说 我们是加强了这件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现行的条例 你们已经 反而是犯了法 那现在我们只不过 是说我们 去修订一些东西 是给你们清晰的 一些保障 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 你们经常把版权商 等同于 赚大钱的大商家 当然 有很多电影大亨 有很多唱片的大老板 他们是 但我也想表达一件事 就是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是有 我想几万人 我们是靠这件事 去生活 去养儿育女 就不是说 你们可以说 我玩一下而已 正正是因为 你们这个 玩一下的行为 其实是 影响了很多人的心计 我公司里面 不是 个个都是老板 我们都是 養活了一些 工作人员 从事在这个 创业行业 所以 其实都是 你版权条例 是捉那些 真的翻版的 那些 就是应该的 Anyway 后面Eric 跟着 李若啟 OK 我 雙重身份 我是一个IT人 但其实我是一个音乐人 我本身应该是Cash的 朋友 我有身份 我想问 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 现在音乐的industry 整个游戏规矩了 就是说 以前是卖唱片 赚钱 跟着作曲的分钱 作曲的新分钱 但现在卖不到唱片 没有人买唱片 现在的行业是用 我谷的人气 跟着卖一些accessory 卖演唱会 对 那些去的 那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靠谷 网上的人气 自己搞YouTube的频道 搞个Facebook page 跟着谷了一些人气 跟着演唱会 就买得很好 那这个就是音乐人 真的在做的东西 但是他们在做的东西 跟网上的二次创作有什么分别呢 二次创作的人 就是摆上自己YouTube 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摆上自己 搞出来的Facebook page 跟着就拿很多like 很多人来看 那其实你是否实际上 已经和音乐人在争生意呢 你没有钱收 他有钱收 但是你是在谷人气 但是在网上的世界 一个like是值钱的 一个subscription 也是可以用value去计算 那其实你是否和音乐人 已经在争生意呢 那第二件事就是说 我给你谷到一个人气 你那条YouTube频道 很多人看了 那你有没有办法保证 其实你背后是没有商业赞助呢 你那条YouTube频道 可能谷到人气 接着有人看起你了 你的频道 接着后面 你帮我搞些东西 行不行 那其实你是否本身 已经是一个商业活动呢 OK 来玉契 接着后面那位小郑 我想我们讨论这份文件里面 其实很少涉及到 比如联合国 其实都有些 比如私有自由的特别报告员 他都对一些版权 可能会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一些关注 当然他不是说得很仔细 但是我想 作为一份文件 可能只是选择 好像很多有利政府的最后选择 那些说法 我也希望将来 你能够更完整地 去整理这些资料出来 另外就是 我们看到 Trivial 这个字 其实引起很大的担忧 到今天也是 那为什么政府到今天 仍然坚持用这个字 明明你告诉大家 只有那些很严重 遭上一些严重損失 或者业界里面 都是他关注那些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 在文字上 就写一些 Trivial No less than serious 那你直接就是 Very serious Not amount to substantial laws 就已经很清楚了 为什么要找另外一个方法 写到 不要多个斗领 不是斗领的损失 大家就知道 你可能背后 不是在写你所说的 现听的 或者是在解释给我们的 那些东西 我有点担忧 好 谢谢 后面那位小姐 之前好像听到中间的叔叔说 如果不涉及钱 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和人质 始终都要摆个档 但是我们不是赚钱的 我们都是拿回印刷的钱 因为我们都是去画一些自己 和我们的同好喜欢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个版权 通过了的话 虽然我们之前都没有被告过 但是 都会担心之后会有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想 有很多人忧 我捉过一个例子 给你们 对 好 前面这两位 麦兜 改麦兜 哥哥哥 旁边的两位 不知道怎么说 我本身自己也有写小说 刚才他说同样 我也是参与者 我也有摆档 其实就 刚才有个讲师就说 那个法例 不要写到那么死 不要那么清晰 但是我就会觉得 我宁愿他写得清楚 什么条件之下 犯法 什么条件之下 不犯法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 就是淫审条例的问题 有人来踩场 因为 什么叫二级 什么叫三级输 一个人审 跟你一个人审 都不同 大家都很害怕 因为都有人被人捉了 所以希望 清晰一点 好 这位白色T恤 这位朋友 你又要求 第二次 你真的要拜 我们整班是朋友 你朋友也是 但是 我想说一件事 其实业界 你有没有想过 例如 以前流行Block 那个年代 有些人把他的音乐 放在Block 装在背景音乐 那时候 有些人都说 希望用合法版权 去买一套音乐 然后做背景音乐 但是 业界 有没有想过 你经常都说 去侵损了一些利益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方法 可以将收益增大 配合 对于时代的发展 例如 例如 我们做二次作作 我们也拿到部分片 或者 某些音乐箱 放上去做配合 其实 你们有没有一些渠道 方便到我们 更容易 所以不需要 合谈很久 去做这件事 那就不用做什么 抽饭 即是网上的 就是microlicensing 你搞到好 那件事很容易 化作 明白了 microlicensing 就是 你不要只说 大鸡不吃 现在不是 山大宅 到你 大家好 我是代表 职业漫画界 我本身是一个职业漫画家 我昨天跟出版社聊天 我想先表达立场 和发表的问题 立场就是 我们是要捉到导门 一定要捉 尤其是网上导门 因为 网上导门 已经有些人 将漫画内容 Copy and Place 放在网上 令人们 不能买漫画 出版社就收入少了 最后受苦的 就是一个原作者自己 是 不过 我是很想留下一些空间 让一些人去异创 我希望 不要我的粉丝 因为为了 我的粉丝 突然被政府告 是 是 你不告他应该也没事 希望 希望 好的 快点 麻烦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 新的法例成立了之后 法例只是 香港那边 我想请问 有没有办法 是可以捉到大陆那边的 好的 这个跨境执法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待会你们可以回答 待会他们会帮你 这个是很关心的 明白 明白 是 是 我们也想很多香港的法例 可以在大陆執行 是的 好 后面那位小姐是否举过手 接着 黑色眼镜 接着 林玉华 就是这样 是的 首先 我想说 恶搞和二次创作的性质不同 因为二次创作未必是以讽刺的形式存在 是的 还有 在侵犯版权 其实有些事情想问 就是 如果有个人 以前在酒楼 会邀请一些人回去唱歌 其实他们唱歌 未必说得到了原作人的同意 就是表演 是的 这个应该很容易回答 是的 其实现在 有的 他可能会追你收钱 其实西洋蔡南街 有一批人都会这样唱歌 其实他们会否触犯了相关的法例呢 一会 几位可以解解这个问题 这个 不过这个就不是这条例的问题 现行那里都应该 还有没有 你快点 还有 就 都忘记了 忘记了 不好意思 好 我们给黑色眼镜 接着林玉华 我们要结束了 因为不是一直吃灯 是的 首先 我想问他 其实 不是问 是说 商业最重要的是 他会取代到 原创者的应由利益 那里的问题 那里的问题 除了大量分法 那里 那里 主要是限制实物 商业媒体的分法 一定是限制 那里 其实应该是限制实物 那里 作为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在网上 就不应该完全 难用大量分法 套到网上 因为那里 网上的世界 根本完全已经 再跟实物 是完全 可以这样 很合当的 应用 还有 港东西 其实这也是 人类社会里面的资本分配上 令到他能不能够存活到 其中一个问题 还有 他那个轻微 那里 有一样 就是他那里没有一个 基本的界定 是 如何为之轻微 我觉得是很恐怖 还有 接着 他那里 是不是应该是 他那里的授权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制度 又方便 民间很轻易 很快 这样可以跟那个业界一齐 讲到那个 那个沟通 那个授权 那个授权 有一个这样的制度 可以让他很快 这样受到 如果是 在这些 大家训练的情况之下 还有 还有 有没有一些制度 可以帮助到 业界去 adapt 这个 技术上的变化 和社会的变化 是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 好 好 麻烦 那 你又是吗 不是 前面 麻烦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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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林余环 林余环 你做开主持人 鬼那么困惑 最后一个 举手 自己都说了 好 看着时间 这是我自己的air time 第一 我想说的是 大家不要去争辩 以前Sam说的二次创作 和戏房要分开 如果我们在香港 惯了用二次创作 没关系 还是有没有其他方法 去翻译 duritive 在新年里创作 再创作 搞清楚 就没问题了 或者叫我搞得 没关系 我想我们搞清楚 不要争辩 Sam和我 我也是 版权持有人利益的集团 你说霸权就霸权 没所谓 但是 这个业界内 是养护了很多创作人 他们是很辛苦地 用凭书的创作 去尊重 知识产权 应该受到尊重 还有 大家的恶搞 戏房 和知识产权的拥有的人 是没有冲突的 刚才你担心TVB告你 就是想得出一条条 的TVB 应该高薪请他做事 现在有哪一个生意 是不想到社交媒体 是一个最重要的平台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想想 如果所有香港喜欢玩戏房的朋友 试试组成一个集团 可以上市都不定 真的 真的 你D100帮他搞笑 我自己想和大家 我是影协会的理事 由创会到现在 我和大家说 如果你要和政府 去谈谈一个条例的修订 是要很花心思的 每一条例 每一粒字 才会谈到一个好的条例 即使我们影协会当年成立 去搞电影三级制 花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法子有一个很好的条例 但起码是有人这样做的 所以大家 不要去针锋相对 而是真的要就着那里 去给意见 才有一个好的条例 日后应该有更多的场合 无论是政府 官庭会也好 立法会也好 或者其他自己搞得 可以请他们来 他不请他就顶他 这是他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 官员在公余时间内 需要这回合是应份的 应份的 大家说 版权持有日 是不会流云高的 你不用怕的 很辛苦 举个例子 很多年前的假日 最重要的放映日子 很多电影被人整套上载 然后呢 我们就成立了几个跨会的团体 集资了一笔钱去做 但我们可以告诉你 原本不归 我们只是去拿一个IP address 要得到法庭的同意 ISP才会给我们个地址 然后我们才要出信去告他 他肯定磨解 不磨解你告他 中间是仰呼了律师 不要那么傻 我们都不想这样做 我们作为一个电影公司的行政人员 或者我们都要做建议书给老板 老板就问你 有多少钱 有什么风险 但当时我们有一个策略性的决定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当时的财政司长曾俊乐 曾经去研讨会上 当时我是做主持的 他就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参与你 不民事诉讼 你有个civil remedy 我们告诉你 是很糟糕的 政府不去告 叫我们自己去告 但如果我们不示范一次 就永远跟政府说话 就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拿着这个理由 令到老板 电影公司投资人 愿意支持我们做这个运动 买单 是虧到母亲都不认得的 是得不常失的 所以说 作为一个个别的个体 你去挽不紧 但真的 不要像整部影片上载 那是很无量的 我们应该想想 如何对付隔离 哪一届以外的地方 如何做 如果有人对付恶搞 戏房 什么仪式创作 那些朋友 你要帮他出声 是不是 一样会 是 是 OK Joe 高登 刚才也经常在这里说你 你有没有话说 Joe 最后放一放你上桌 哇 很棒 很棒 谢谢 其实 我自己看 因为之前在高登 也做过一些调查 其实 看到出来的反应 有56%的人 三个可能都不支持 我记得应该有最多人支持的方案 反而是第二个方案 就是刑事豁免的 第三个方案 应该是扭得再松一点 就是说有公平处理过 之后再问巴打的意见 其实看到他们对刑责的问题 是最担心的 最害怕的 所以用回网络上的术语 就是如果他一看到那个免刑责 他们就会狗冲过去 就投入一票 那 你会看到的就是 他可能对第二第三 到底仔细的分别有多少 可能他们不是很清楚 但起码看得到的就是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刑责 而且他们也担心的就是 之前也有些讲者说过 就是超乎轻微损失那些 所以网民其实有些提议 我想刚才也有人提过 就是会不会 从他们的活动 有没有商业元素 在里面 就是是否一个商业活动 如果是的话 他们会觉得被人控告是应该的 如果不是的话 会不会放在豁免那里 那今天也很开心 就是听到那么多人的意思 好 麻烦你 台上面最后总结了 真是没时间 不好意思 真是没时间 真是没时间 因为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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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两句 两句 数着你 跟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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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要帮手快点 因为他真的懂得灯 真的会 也想问回 一直都在说香港本身的问题 我想问就是 比如说 我是 比如外国有些YouTube 做一些评论的 他没有字幕 我听不明白 有些人 比如我听明白 但是别人听不明白 我把他翻译了 再放上YouTube 给别人看 那这件事 我们会不会怎么办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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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真的不行 我这样下去 我没有时间 我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开始 因为我说二次创作 我搞我们 绝对 不是针对 大家 就是一些可能 创作人的烦恶 我们绝对 整套upload 这首歌 没有改放上去 我们从来不是在说这些东西 绝对不会影响 大家烦恶 可以放心 但是我们是在说 一些是我们做二次创作 不是 比如说 有很多时候 用一个叫做 资本主义的经济 去看我们 一些二次创作 这些社会主义的 二次创作 可能是礼物经济 不可以用传统那一套 就是有微软在这里 所以你就要立例 限制不给其他的open office 存在 就是现在有时候 就好像 那位Cash的会员 刚刚说到 我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是这样 我星期三 有一个朋友 他是投诉合唱团的 他们唱歌 就不是大家的Cash 管理那些版源歌 但是Cash 又去主动联络他们 因为他们 在文化中心外面 有一个免费的 大家在这里唱的 结果 做完之后 现在就没得唱了 有很多时候 不是上到法庭 但是 你刚刚有说的Cash 是我们这些 二次创作的人 欠缺 你们犯款 你又反过来 连我们一个 很基本的法庭空间 都没有 就是我们不会影响 你们做微软的 但是你们都给我们 做其他的免费软件 可以吗 好 下一位 李 其实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环境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争取的 不是真的要和你们抢犯本 其实有些 版权的持有 有人 硬着我们 我们是来抢犯本 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真的 等于你们说 我们不是来告你 我们都害怕你了 这件事情 其实是大家的立场的问题 这个位置是很难去 或者你试试找一个共同敌人 会好些 我希望不是那边 没有 重新回一开始说的 拿不拿招职这个问题 真是会言论自由的问题 其实在说 创作人 二次创作人 基本上是搞不到一个组织 千千万万个 多共产党 这就没办法搞的 问题是 这么多的事情 可能你都不想 每个人做事都要找你 一天都口水浸死你了 这样的话 其实 在说 会不会可以扭松一点 或者开放一点 某种使用方式 其实是免费的 不会跟你 那个产品做竞争的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方便 方便大家做事的时候 而且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要去找 全创人去拿招职的时候 其实 你给不给另外一回事 这个是 你虽不杀白人 白人因你不死 好 我觉得现在的条例 就是说 棋坊 如果真的有一个宽松的定义 再加上 其实一直都在说默许 你拗大了默许 其实就 我觉得已经 等于你说的那样东西了 我当我 我当是有的 不知道是否对 Michelle 快点说 没什么时间 其实我也是想再一次 安抚反权持有人 因为 我明白 你们说 你们都要养好家人 但是我再想说 其实 你知道在网上 在修改梁振英的图 还是在修改歌 其实是不会 真的不会影响到你们 好了 刚才那位朋友说 如果他在租人气 跟连斯亚 他也要做YouTube 去谷人气很高 有什么分别 有 因为那位一开始 已经是歌声 他谷人气 他真的有财 可以出称的 如果有普通的网民 其实可能 是没有人知道的 有些人 好了 如果他人气高 将来有人邀请他上台 那是否第二件事呢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 网民他们的歌 做得很好听之后 他真的要去 弄一个唱片的时候 他是用正常途径 他不是偷你这个 他会问别人 拿回Nisis 去给那些人 对 我想说 他们会有这些东西 但他们还没做到的时候 他们那种人气 我想不是那种 明星说的 那种 存回商业行为的人气 其实他们真的不是想抢 这个办权朋友的饭碗 他们是想梁振英 没有了他的饭碗 就是想梁振英 没有了他的饭碗 在法律的字眼上 可能是 是否叫做 画一些小小块 我某程度上同意 Alice的一些文化 因为有时候 在法律的法律 我们不太熟 就是读一点 但是 你 判断得很小 其实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讲了不得的东西 或者你讲得很仔细的时候 其他是不是变成是可以的呢 这是一个危险 所以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 所有其他 我们做很多 就是以送就好 或者其他 我纯粹发表的意见也好 那那个空间 怎样去保持到 要有局限 而我们做 譬如说在互联网上 我们做很多东西 中间 其实到今时今日 够copyright 其实我们做operator 做service provider 那个 究竟我何时要take down 何时不take down 你是否出张东西 就说要take down 那我 凭什么去verify 那个copyright owner 是不是真的 就是做了些什么 那在最后 原来不是的 接着怎么转 另一个空间 走回来告我 那个二次上的公司 他说 他拿着他的copyright盤 他走回来告我 那个operator 接着你 你为什么take down我的东西 原来那些东西都无关事的 那怎么办 我那个operator 可能在中间 所以这个 我感觉到 那些东西 其实是有少少 我有一个空间 在二间的路上 去再设计 或者加上多些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另外一件事 就是除了今次的法例之外 那其实 我都觉得 去某程度是松了 戏房 或者 对于网民的松房 不过我另外呢 我想说 版权业界 再跟你说 其实你们刚才都听到 我想大家的市民 现在这个 这么发达的科技底下 他们需要一套公开的制度 授权制度 我举一些例子 譬如以前买保险 你可能觉得很困难 但其实你现在去旅行 你在网上 要知道 你买多少个人 其实你在网上 已经搞定了 他不会理你那么多 他会保你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譬如在婚礼 几个教堂 譬如如果你诗歌 去拿 他很简单 他会告诉你 我现在拿这首歌 然后多少钱 你印多少份譜 50元 那么百份譜50元 他就给你了 那我就会想 譬如你们cash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事 你们既然听到这么多 就是市民的声音 你们会不会 真的考虑随着今次的修订 你们都想想想 如何透明化 譬如你将你们的 罗列你们有的版权 作品 你拿些名字 多少钱 你放上网 可能一按就完成 那可能是你们另外一个商机 是真的可以 山袋斩 可以分成约约 100元以下 1000元以下 或者天价在义 好 麻烦 阿Dem 其实 我们经常被人要魔法 是 版权人怎么会针对你 如果你真是用来做恶搞的 用来玩的 我针对你做什么 有空可以回家陪人 是吗 我不是阿叔 我是爷爷 因为我有个孙十数 我希望我有生之日 看到我孙还可以在香港 用那个知识产权 你能够找到 以作为扎罗斯批 不是扎罗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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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网高处 扎罗斯批 都要做冲箱为云烧的 这件事 我们是不会因为你恶搞 我们去针对你 我们其实是支持政府放松的 我们去年 查克斯多尔在这里 还未选到立法会议员 我们经常公开了讲话 如果政府放宽 刑事豁满面的时候 我们万权业 是不反对的 就是你赞成有刑事豁满面 我们不反对 我们不反对 是不是 这些事 有很多事是尽在不言中 但是为什么我经常说 意思创作那个位置呢 因为据我自己的了解 意思创作就是 就是你把这些事全部在新做过 之后 版权归你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意思 那你就跟他们鸡同鸭讲 对 所以开头的时候 你等我再说 不要紧 这些大家的 为什么呢 正如刚才林毓华说 他是很对的 因为他做过爱主持人 他知道大家的鸡同鸭讲 鸡同鸭讲都不要紧 我们是动物 不是用动物的语言 慢慢讲到他 所以说 不是一定今天就完结 可以大家随时出来 我把我的手机给了阿Ling 他没有打到我 阿Ling没有给他的手机 你呢 不需要 单向也没所谓 你会骗电话的 你会骗电话的 快点说过他 为什么呢 版权人是愿意帮大家 除了这个心魔 以为我们经常追着你 我追你做什么 我连那些还没追到 你们经常说 我还没追到 我追你做什么 是吗 好 Alan 麻烦 动版犯法 我搞无罪 好 好 好 刚才各位都有些问题 我知道你能写下一些东西 看看尽量可以回答多少 如果不是 我们迟些会有机会 黄三谭女士 你两位 首先今天我都很开心 大家可以在和谐的气氛之下 我看到版权人 不同的业界 网民无伤 无论是台商 台下的都很热烈地 发表意见 黄先生和我都听到各位的意见 我有些补充 刚才说侵权 我们主要 如果你想在香港执法 就要看侵权行为 发生在香港 另外 台下提到很多 说parody 是不是要写死他 又说怕人质 诸言此类 其实我有些 跟李教授说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那些定义 写死在法律里面 会不会局限了法庭 它不能跟着社会文化 或者新科技去决定 那些 就是parody 那些意思是什么呢 豁免应该包些什么 和不包些什么 还有你看到 澳洲 加拿大 或者英国 他在咨询中 是不是那个条文 他也是用回 刚才说的 模仿作品 諷刺作品 或者戏仿作品 如果我们 是跟他们不同的 那就是 将来他们出的 有关的裁决 或者案例 那我们是否 参考到呢 是否对于 就是香港的 普通法的发展 就是有利呢 那也都 其实今年 英国 知识产权局 出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 版权语气坊 那个经济效应报告 那里面都提到 他说 看一些实证 或者法律基础来看 如果你要定义一些 创意作品 就是好像parody 这些创意作品 其实这个难度 是相当高的 就是你要定出一个有意义的定义出来 那 我觉得都有很多共通地方 大家谈不久就 其实最后 都是去回 人类社会 或者法律制度之下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 大家做的事 不要伤害他人 这个大家都同意 只不过 将这句说话 如何是一个 现代社会 比较复杂一点的环境之下 要具体化 落实社法的条文道 就是一个挑战 就是说 当我们的知识 原来是有一个经济价值 是有一个法律保护的话 这个知识是怎样去保护 怎样 不会受害他人 我想这是一个挑战 就是 每一个文明社会 都要去处理的事情 我想 今天多谢大家的意见 那么 我们的交流 不是到这里 的 是广告 政府搞的公开论坛 第二个 下一个 就会在九雷文化中心 在今个月二十二号 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钟 希望大家千万要出席 出帮压场 那天也是 长周末第三个假期的第三日 那我们都很乐意出席 是 多谢王先生 那 除了这样之外 好像刚才最初那样说 这一件事 就 我们虽然未知 那个咨询 由十月 就拖 就是可以 extend到几时 那可能 都是说 十一月初 或者十一月中 我估 因为呢 回到立法会 十月初 或者十月第二个礼拜 復会之后呢 那接下一个礼拜 就应该 那些事务委员会 开始运作 就会定 开会日期 那这一个 很肯定 都 工商 大家不要问为什么 总之 这个是在工商事务委员会 下面的 因为办权 是under工商的 所以到时 就会定一个日期 就开工厅会 我相信到时 那个委员会的主席 都会很快 尽量快去开工厅 但是快得来 可能 都要预算两个礼拜 或者以上 去等一些团体 去报名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大家到时 希望留意 就出席 可以如果有意见的 就一定要在那里提交 提交文件 给立法会 同一个文件也好 不同也好 记住也都当然 要给今次局 那方面搞的 就是那个咨询 因为 我们当然 相信他听了大家 今天很多意见 但是 寫出来可能 清楚一点 让他们都可以 reference 那 我想今天 我到这里 多谢大家 大家 参与 因为我真的 5点钟交场给人 所以 大家可以 再在那里 和几位港姐去谈 我尽量 移出去外面 如果不是 突然间 关了一盏灯 摸一刻 就不好意思了 好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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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